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月之下 第211集 我就是要和你说清楚 顾锦钊这一等 便是两个时辰 天已经黑了下来 虽然没有下雪 北风去刮的人脸颊生疼 顾锦钊站得太久了 手脚渐渐没有知觉了 他又从屋子上站起来 走动着暖身 外院的灯火都点起来了 书彦又忧心忡忡地 端了烛台出来 被彩夫赶进去了 他究竟什么时候回来 顾锦钊不由地想 不是他受不住了 是怕孩子受不住 要是他觉得有什么不是 就不能再等下去了 幸好孩子也很乖巧 平时调皮的时候还踢他 今天却没有闹腾 越等他就觉得越冷 彩夫看他脸色都白了 就灌了汤婆子抱来 顾锦钊摇摇头拒绝了 这点冷还算不得什么 原来被关押的时候 冬天连炭火都没有 整日是冷冷清清的 他不也挺过来了 他缩在一堆枯柴草绘里睡觉 虽然狼狠 却很保暖 只守得护卫换了两次 顾锦钊站久了就坐下来 坐久了又站起来 他等得有点灰心了 不过一会儿 大风起 四周煞时又冷了许多 财富有些忧心 怕是要下雪了 不然咱们还是去里面等吧 他要是不想见我 肯定会避开的 去找把伞出来 财富只能进去 找油脂伞了 顾锦钊这时候才看到 远处有人走过来 他忙瞻起身 果然看到是陈三爷 身后还跟着好几个人 陈彦云也看到了顾锦钊 皱皱眉 脚下也加快了 顾锦钊看见他还穿着 昨天穿的直套 披着大肠 表情有些冷峻 直看着他 你来这里做什么 简直是胡闹 陈彦云的语气很平稳 神情却很严厉 周外头有多冷 你连个手炉都没拿 快回去吧 都要下雪了 说完他就往书房里去 好像不打算理会他了 顾锦钊拉住他的手 我有话和您说 不能回去 后面跟着陈彦云的江言等人 很吃惊 密密相去又不敢说话 陈彦云如昨晚一样 扳开他的手指就往里走 神色冷淡 顾锦钊又拉住他的衣袖 他也拉开了 你先回去 不要任性 顾锦钊心中的酸楚 忍都忍不住 他这确实是任性了 他也不想任性 但是 陈彦云不来见他 他有什么办法呢 他来拦他 跟他说好了 他不知羞耻一些好了 他不想和他闹僵了 顾锦钊死死抓住他的手 刚一开口 眼泪就流下来 我就是任性 我原来就任性 你要不要听任性的人说话 要不要听我说 陈三爷一愣 扳他手的动作就顿住了 眼泪一开头就忍不住 顾锦钊继续说 你走得好啊 我等了你多久 你晚上没回来 还不和娘说一声 娘还要问我你去哪了 我怎么说 不如你告诉我 你昨晚去哪了 你要我放开你 那我便不放 我就是要和你说清楚 顾锦钊不仅拉着他的手 还要揪住他的袖子 像孩子一样耍赖了 你怎么让我走 泪眼模糊 他仰头都看不清 陈彦云的表情 他却突然拉起他 直往书房里去 顾锦钊跟不上他的脚步 走得跌跌撞撞的 他想让他慢一点 他却理都没有理他 揪着他就进了书房门 砰的一声 门就关上了 不走就不走吧 我也不太想让你走 他伸手解开大肠 扔到旁边金丝楠木桌上 顾锦钊突然觉得有些不好 我说过 你不要惹我 也不要和我说话 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陈彦云缓缓的 我生气的时候 不太克制得住自己 你怎么不听我的话 顾锦钊觉得腿发软 他觉得 陈三爷这样子 确实有些可怕 陈彦云伸手抓他的时候 顾锦钊下意识地 就想躲开 你这时候躲什么 他却轻松 牵住他的腰 往床上一带 顾锦钊跌落在床上 还没有起来 就被他的腿压住 他一只腿半跪着 压住他 他就怎么都起不来 他的手还腾出来 紧离一带 今天又让我生气 你还怀孕 到这里来等我干什么 手冷成这样 你等多久了 两个时生而已 你让我怎么办 你又不肯见我 他也气急了 连您都不称呼他了 我什么时候 说不去见你了 我只是要冷静一下 你等着就是了 陈彦云都被他气笑了 你行 顾锦钊 我怎么没发现 你还挺爱想的 他身上只剩下中医 拉过顾锦钊的手 我给你暖手吧 摸到他滚烫的肌肤 他还要强拉着 自己往下摸去 顾锦钊脸都红起来 简直想骂他不要脸 哪里有这种取暖的 他挣扎着想避开 陈彦云 我来跟你解释的 你别 喊得不错 从他嘴里说出的 陈彦云三个字 简直格外诱人 陈彦云俯下深吻他 让他冰冷的脸颊 彻底热起来 你解释怎么行 我来问你 你说就是了 刑讯逼供他比较拿手 他自己会找重点 顾锦钊被他压住手 又感觉到 那灼热的雾剑 正抵着他大腿 好像比往常都要 他那天和你说了什么 他哑声在他耳边问 是一碗雪拜托我的事 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就答应下来了 却没想到七少爷突然发难 不想让人看到误会了去 宇宙才关了房门 秀却在外面不明白 有惊慌这态是正常的 毕中就轻 你和他说了什么 你再不好好回答 我就惩罚你了 我没说什么 是陈玄清 我也没想到 他会突然说那些 我再说一次 不准毕中就轻 他说了什么话 为什么握了你的手 同时他不轻不重地 打了他的屁股一下 顾锦钊羞得满脸通红 没有办法 只能把大致的事情 重复了一遍 他的手挑开他的衣巾 突然窝住顶端 顾锦钊身子一颤 怒道 我都说清楚了 他扶下身 亲吻他 低声道 这又不是惩罚 趁着他无力反抗的时候 他拉着他席卷入情欲之中 顾锦钊才觉得 陈燕云平时和他温存 果然是忍耐多了 他不忍耐的时候 自己实在是承受不住 一次完 他就腰膝酸软 浑身都是汗 他想合拢腿的时候 却又被他按住 顾锦钊不由得有些怕 三爷 真的不要了 他低喘着吻他 声音还很冷静 就这一次了 等这一次过去 顾锦钊就瘫软在他怀里 连抬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陈燕云才搂着他躺下来 要不是看着顾锦钊有身孕 他不会就这么了事的 他很少有忍不住的时候 一旦有那种时候 就比较失常 你来说吧 陈燕云让他靠着自己的胸膛 我问他问完了 让你说 顾锦钊翻身拦住他的腰 发现他垂下头看着自己 目光里已经满是柔和 刚才两人也真是过了 他生气的时候 连陈燕云都喊出来了 他好像也没有客气 还嘲讽他 顾锦钊先笑了笑 也觉得心里很平和 寻常百姓家里 厉害的女人就和男人吵架 怜名带姓地叫 有的男人还因此怕老婆 一点都不相敬如宾 陈燕云想起刚才的喊的那声 陈燕云 不由亲了亲他 你人后可以这么叫我 不过 我可不会怕你的 气以赴为刚 你要听我的 顾锦钊别开脸 不要太亲了 认真的道 我来跟您说原来的事吧 陈燕云恩了一声 两人相拥着 肌肤相亲 烛火昏黄 顾锦钊好像也真的回到了 那个年少的时候 想起自己荒唐的过去 我是在三舅的书房里看到他的 以为他是灯徒子 咬了他一口 陈燕云青左手上有道疤 那就是我咬的 那时候我年纪小 只是觉得还有几分喜欢他 何况 他又不喜欢我 你也知道 人总是喜欢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他越对我不理睬 我好像就越喜欢他一样 他原来还羞辱我 那时候我真是不知羞 胆子也大 他把头靠在他胸膛上 看不到他的表情 以为他静静地听自己说 却没有硬撑 顾锦钊抬头想看他 却被他按住头 你说就是 我听着 他不想让他看到自己脸上的表情 怕吓到他 这些事情他听着不舒服 却一定要听他说完 顾锦钊就继续说 后来 我母亲生病了 那一年我成熟了许多 也懂事了 就不再纠缠于他了 母亲死后 我伤心欲绝 随着父亲去大兴回了祖家 再后来 遇到了您 我一直觉得我配不上您 顾锦钊笑了笑 他是真的这么想 您是东阁大学士 我却是个小家族的丧母长女 您来提亲的时候 我很知情 而且那时候还有和陈玄青的事在前 我也十分的犹豫 直到我嫁过来 我想和陈玄青话轻的 平时也很少见他 只是没想到 他会 其实也不全是他的错 他只是有点固执 顾锦钊也想过陈玄青的行为 他觉得陈玄青不过是不甘心而已 本来扒着你的东西突然不要你了 心里肯定会不舒服 需要有个人来开导他 久久没有听到陈燕宇回话 顾锦钊抬起头 三爷 您不想听吗 沉默片刻 陈燕宇才把他的头发整理到一边 我听着呢 我都知道了 我来处理这事就好 你不用管 说着他就起身穿衣了 顾锦钊忙拉住他 这么晚 你要去哪 他无奈地笑笑 几直多地期待 你总不会觉得 我带这么多人回来 是要玩的吧 这几天我本来就忙 昨夜没回来也是在做事 今晚本来是要和沐聊商议事情的 想忙完再和你说 结果 你非拉着我不放 想到刚才的事 顾锦钊有些羞脑 欧了一声把手缩回去 刚才缠着他不放 他还真是豁出去了 他哪里知道 陈燕宇是有事情要做 还以为他就是不肯见他了 江岩等人厚在书房外面 端了个摊盆 不一会儿 雪纷纷扬扬下起来 几人把摊盆 抬上吴郎 小声地说话 冯骏这还是第一次看到顾锦钊 就觉得很惊奇 那便是咱们三夫人 陈三爷这几年信佛养生 不怎么尽女色 能接近他的女子 必然就是三夫人了 不过 陈三爷对谁都是一副温和有礼的样子 怎么对夫人反倒冷着脸 江岩点头硬了 另一个带谈色关键的年轻人说 冯先生前不久去了贵州 想必是没见过三夫人 说起来 三爷派您去贵州走访 调查萧游的住处 您问他当时萧游的藏身处了吗 这东西老金巨华的 藏身处里好东西肯定不少 冯骏在火盆上搓着手暖和 笑说 你都知道他是老奸巨华的 哪里那么容易找到 我找了当地苗寨里头的老人 随我入山去寻 从苗岭一直找到川秦耀爱楼山关 就只捉了几只稀罕的红富锦机 后来是带着一队行兵进武陵山 才找到他的住处 那里连个窝棚都没有 这老东西就住在山洞里 书彦从大厨房里捧了一些芋头过来 给几位烤着吃驱寒 江言把芋头埋进碳盆里边说 萧游这种人言行谨慎的 既然是准备出来反常相吼的 山洞里肯定什么都没有 你们拜兴而归了吧 冯骏摇摇头 里面确实干干净净的 就留下些孩子的玩意儿 不过他走得匆忙 很多东西来不及销毁 便就地埋在一棵松树底下了 要不是苗寨老人带着条狗去闻 我们还找不到 你们这边呢 赵银迟要置事了 大事 昨晚陈三爷和张大人谈了一夜 究竟该推举谁最好 江言继续道 兵部尚书虽是文旨 但没有行兵部阵的经历 一般的进士可不能认 张大人手下倒是有几个可用之才 只是行兵经验不足 不堪大人 火盆里的芋头就烤好了 众人拿了烤好的芋头剥开吃 正吃着芋头 陈三爷穿好之多 从书房里出来 江言和冯骏才放下手头的东西 跟着他进了四间 本集播讲完毕 江言由面条演播 冯骏由人猫演播 幕僚由六亿演播 后期制作小野光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小野光的喜马主页 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点击音频右下角的赞助支持 幽梦初醒 却到浮华流年 乱了心神 繁华落尽 只求一世从容 断了情思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i-fam独家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小说 梁辰美景 作者沉香灰烬 主播小夜光 追马 云天河 雪月之下 第212集 生他的气 都怕伤到他 陈三爷坐下 喝了口热茶 先让冯骏上来回话 你们在武林山发现的 都有些什么 冯骏恭敬的拱手 诗词书画 时下的致意文章 还有一些和别人相通的书信 瑞亲王和老长星侯的书信少 和张大人长星侯世子的书信比较多 他让人抬了箱子上来 属下选了些重要的出来 不过他留下的书信都已经是处理过的 您怀疑瑞亲王公辩的异样 书信里看不出来 大多是他和长星侯世子讨论兵器 或者是鸡弩 和张大人的书信就比较奇怪些 谈的是诗词和话 冯骏顿了顿 声音低了些 您的诗词和话 他那些没销毁的 也是您早年的文章 陈彦宇面色一宁 拿过来我看 萧游才不会闲着没事读他的文章 就算他和张巨连讨论诗诗之意 也不应该讨论到他头上 当年萧游勾结瑞亲王 暗害长星侯 算是他们这边的暗起 策划长星侯谋反一事 张巨连费了很大力气 而他当时刚升任 护不上书 还顾不上这边 只是偶尔帮着冲谋划策 结果 这次公辩不仅败得莫名其妙 萧游死的也莫名其妙 叶线是怎么发现萧游叛变的 就算他再怎么聪明 也不过是个少年 陈三爷一直想找到其中的关键 瑞亲王死的时候 张巨连大惊 连夜找了他去商量 那时候王玄范也还在 他们先认为 可能是萧游有问题 萧游当叶线的师傅那么多年 难道真的没有侧隐之心 如果他临头反悔 很有可能和叶线说清楚 但是萧游最后死了 这就说不过去了 如果萧游最后说清楚了 叶线应该不会杀他才是 只不过 没人看到过他的尸首 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死 如果萧游没有问题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叶线背后还有个很厉害的人 帮他出谋划策 那这个人必定绝顶聪明 对朝堂的事了如指掌 运筹帷幄 对他们也是危害极大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陈三爷因此派了冯骏 去找萧游的旧居 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 他仔细地把萧游和其他人的信都看了 萧游和老长星侯夜宪的信都是说些琐碎的事 和瑞亲王的信很少 多半是交接兵器或者部署兵力的判断 和张巨连的信是分析他的诗词 也说过行兵打仗的事 陈三爷看完了信 往后靠在椅背上 脸色平静 这个萧游 当年是个天纵之才 如果没有长星侯的萧勇善战 成亲王有他相助 应该是能篡位成功的 他骑到什么地步你们可知道 一堆铜钱 他只看一眼 就知道铜钱树木 行兵时算成五更走完 就绝对走不到五更一刻 一看作画人运笔的走向 就知道作画人是谁 书房里沉静得很 陈三爷说话的时候 他们自然只有听着的份 萧游虽然是个人物 但毕竟 传奇已经拾过境迁了 谁知道他还这么厉害过 两人面面相看 不知道陈三爷说这些话 是什么意思 张巨连让他看我的诗词字画 你们猜是看什么的 总不会是看他写得好不好 冯俊似乎有些领会过来 心中一紧 陈三爷反倒是笑了 我虽防他 却也不至于猜疑 难怪要用王玄范来牵制我 萧游写给张巨连的信里提了 陈彦宇以为会当灵爵顶 一览众山小 张巨连想让萧游看他的野心和气魄 而萧游觉得 他是个很具有威胁的人 张巨连哪里是忌惮他 这是早就开始猜忌他了呀 没查到长星侯公辩后面的那个人 反倒是弄出这么对东西 书房中一时沉寂 江言过了会儿才问 那您如何打算 陈三爷站起身走到窗前 看着窗外廊下的灯笼 沉默片刻 他不喜欢有威胁悬在头顶 只是张巨连毕竟是他的老师 原来帮过的许多 况且张巨连只是猜忌他 还没有真的做什么 他如今为观之道 还是张巨连教导他的 把这些东西先回了 别让张巨连知道我查过 陈三爷轻声说 一直到深夜谈话才结束 陈三爷回到书房里 顾紧昭早就睡着了 陈三爷站着 看了他一会儿 才伸手摸他的脸 佛珠上的吉祥节 擦过他的脸颊 他可能觉得又叮痒 翻身朝里面睡了 陈三爷不由笑了笑 坐在床沿上 却没有丝毫睡意 顾紧昭觉得被褥里太冷 迷迷糊糊地醒过来的时候 看到他坐在床沿没睡 房里的蜡烛早就灭了 突然看到一个黑影坐着 顾紧昭反而被吓了一跳 差点惊叫出来 陈三爷翻身压住他 安慰道 别怕 是我 紧昭才闻到陈三爷身上的檀香味 不由地说 您怎么还不睡啊 我还以为 真是什么鬼怪亡两的 陈三爷却问他 你怎么醒了 可是我吵到你了 他一点声音都没有 怎么会吵到他 顾紧昭摇摇头 我就是觉得又些冷 这屋子里没有地龙 火盆熄灭了 就冷下来 他刚才不睡 是因为睡不着吗 难道还在想他和陈玄青的事 顾紧昭不能不这么想 就算陈三爷知道 他对陈玄青没有私情 相信了他 但是 陈玄青毕竟是他的嫡长子 他不可能不在意 嫡长子做这种荒唐的事 陈三爷伸手探进被子里 发现 里面还没有他的手暖和 他叹了口气 拖了外衣也上了床 顾紧昭是被冷醒的 他本来就有些怕冷 他正正地看着陈三爷 这事 想通了 你不是冷吗 陈燕宇问他 顾紧昭平日看着挺聪明的 就是睡醒的时候 有点犯傻 这时候和他说话 他反应总要慢一些 顾紧昭才明白他的意思 欧了一声 这是要给自己取暖呀 他的手脚很快就缠上去 陈燕宇果然很暖和 顾紧昭乖钻到他怀里 陈燕宇也伸手搂住他 他身上果然怪冷的 早知道刚才应该让他回去睡 他有事情要处理 还忘了书房这里是没有地龙的 陈燕宇低头和他说话 金昭 要是你再惹我生气 就要多远些 知道吗 他不经常生气 但要真是发怒起来 也挺吓人的 好像平时惯事压抑的人 爆发出来就越可怕 顾紧昭脸埋在他胸膛里笑了笑 心中却酸涩起来 生他的气都怕伤到他 那他该怎么办 如果他今天没有来找他呢 顾紧昭很庆幸 是自己过来了 抬头亲亲他的下巴 您快睡吧 陈燕宇也不再说话 摸到他冰冷的手 又拿过来放在他腰间 这么来就睡 不冷不热 顾紧昭睡得十分舒服 觉得其实不要地龙火炕 也无所谓 就把陈三爷当成暖炉就好了 心里有再多的事儿 陈三爷抱着顾紧昭 也渐渐睡着了 次日 陈三爷和顾紧昭一起去给陈老夫人请安 陈老夫人和儿子 说自己最新读的佛经 老六从宝相寺给我带回一部棱颜经 是建明大师注解过的 我读着觉得很好 五本体 修大定 正圆通 让人心虚宁静 便亲手抄了一件给你 你拿回去 仔细看 建明大师的注解啊 一点即通 我也给你抄了一份 丫头捧了个弹幕匣子上来 陈三爷接过了 就跟陈老夫人说 还要劳烦母亲 为我抄佛经 下次若是寻到好经书 也不必如此麻烦 儿子见母亲的一跃便是 陈老夫人笑着摇头 母亲愿意为你抄 近来身子骨越发不好了 也不知道 还能为你抄几年 陈三爷听着便皱皱眉 叫郑嬷嬷过来问话 太夫人最近有什么不好的 郑嬷嬷正于说话 陈老夫人摆手示意不用 人老了就精神不好了 最近睡得少了些 却觉得体力不支 倒没有别的毛病 陈三爷知道母亲的个性 不喜欢让他麻烦 叹了口气 您身子要是不舒服 一定要找季大夫过来看 要只睡得不好 我去让御药房的人 给您开些安神的药 顾警昭也觉得 陈老夫人气色 不如从前好了 人到中老年 总是让毛病多一些 好好调理就行了 他却也不是很担心 前世 陈老夫人虽然身子弱 但也算是长寿的 陈老夫人开口欲拒绝 看到儿子严肃地看着自己 才没有多说话 陈三爷还有事要忙 看过陈老夫人就离开了 陈老夫人拉着顾警昭 去后面的荷花翅膀走 看着凸起的肚子 笑眉眉地说 你多走动些 生孩子的时候才好生 不要像那些贵哥小姐 不爱走动 到生的时候就难了 顾警昭也知道 笑着点头 您放心 我每日都绕着墨西塘走几圈的 陈老夫人想了想又说 也不能走太多了 那样也不好 我看哪 每天走两刻钟最好 把她当成个宝 左也怕右也怕的 顾警昭挽着她的手也笑 儿戏明白 我扶您去那边看看 那里红梅开得好 两人去赏梅 捡了一大捧红梅枝子回去 装了几个花瓶 等各房来请安的时候 一丝分了出去 秦师过来请示陈老夫人 元宵节灯会的事 每年晚瓶办元宵灯会 陈家都要投钱 算是给晚瓶百姓一个热闹 而且做得非常大气 灯会不在荣香胡同离开 而是在旁边的曹子芳 但是花灯会一直摆进 荣香胡同里来 那时候 荣香胡同周围住的 高门大户的女眷 也可以在家门口看看 王氏跟顾警昭说 三嫂没有看到过 我们晚瓶的灯会 办得特别热闹 陈昭听到灯会 就拍手笑起来 哦 我要看狮子灯 绣球灯 还有些孤灯 三婶娘上次他们耍狮子灯 我的丫头还捡到铜钱了呢 陈老夫人对秦氏说 老三嘱咐过 说今年的灯会多投些钱 我看就拿五百两银子去吧 花灯这些的 就和常家商量商量 常家也投灯会 秦氏点点头去常家了 只是说起元宵灯会 顾警昭不由地想起 陈玄清那一池似的荷花灯 那时候 荣香胡同里特别热闹 前院池似的冰水出容 满池的荷花灯 灿若星辰 陈玄清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了 陈三爷究竟要怎么解决这件事 顾警昭心里叹了声 本集播讲完毕 陈老夫人由红丝演播 陈昭由小硕演播 四夫人王室由扁樱花演播 后期制作小野光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小野光的喜马主页 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点击音频右下角的赞助支持 幽梦初醒 却到浮华流年 乱了心神 繁华落尽 只求一世从容 断了情思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i-fem 独家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小说 梁辰美景 作者 陈香灰烬 主播 小夜光 追马 云天河 雪月之下 第213集 要是他根本不痴呆呢 下午回到墨西堂 图妈妈过来回话 罗掌柜传话回来 说永昌商号 还是个刚出现的新商号 但是背景极大 恐怕是后面有大官庇护的 这永昌商号卖的丝绸 比季家商号 和另外两家大商号 便宜了两成 要是背后没有大官庇护 不可能做得到 究竟是什么来历 没有人知道 罗掌柜写信 去大新问过了 那边还没有回信 不过罗掌柜说 恐怕季家也不知道 这样的商号多半是官商勾结 幕后的人真真假假 可能是大官在吃钱 既家再厉害 也是商骨之家 斗不过这种背景深厚的商号 顾锦昭又问 原司的价格多半固定 他们怎么卖得如此便宜 这可问过罗永平了 图妈妈点头道 罗掌柜说 永昌商号的丝绸极好 绝对不是次品 价格再低的话 就是成本的问题了 其中收买制造局 共断是最常见的 不过 奴婢也不太明白 是怎么回事 您要是想详细地问 恐怕还要问罗掌柜本人呢 他只能帮着顾锦昭管账 这再高深的经营之事 他就不懂了 顾锦昭倒是不关心 丝绸铺子赚的钱 他是关心这个永昌商号 总觉得 这个商号非常熟悉 应该就在他身边出现过 偏偏影响不深了 也过爱他最后挪出偏远的十年 几乎是混车等死 不问世事 他摇摇头 算了 过年的时候他也忙 这永昌商号的时候 替我留个心就好 同妈妈应若退下 陈三爷一回来 就派人去给陈玄清传话 他在外院宁徽堂里等着他 陈玄清忐忑了几日 终于听到父亲找他去谈话 反而心里放松了些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使得自己不知廉耻 他应该承担 书莫通传之后的他进书房 父亲穿着件玄色直居 外着灰色绣竹又纹的喝场 背手站在书案后 面容淡淡地看着他 陈玄清走到书案前顿住 动了动嘴唇 先开口喊他 父亲 陈三爷没有说话 缓缓走到他身前 看了他许久 突然抬手 就是一巴掌 耳光的声音十分响亮 陈玄清也没有防备 被打得身子一晃 头都偏了过去 脸颊立刻火烂烂起来 他深深地吸气 却不敢伸手去摸伤处 父亲从来不打他的脸 小时候犯错都是打他手心 何况他几乎不犯错 羞耻和悔意几乎将他淹没 陈玄清闭了闭眼 知道我为什么要打你吗 陈三爷平静地问他 陈玄清过了会儿 才低声说 我做错了事 被打是应该的 陈燕云看着自己的长子 他原来只觉得 陈玄清还太嫩了 不堪大用 现在才知道 他其实是太嫩了 简直就是性格天真 如果不经历磨难 他以后这种性格 要害死他 他对陈玄清 还是失望多过愤怒 你知道你什么做错了吗 他继续问 陈玄清却笑了 父亲 这都是我的错 是我还忘不了的 我本来以为 我是不喜欢他的 其实我也恨自己 您的儿子前十年 过得都是恪守礼劫的 从不越雷迟一步 谁知道一来 就是这等事 我实在是忍在心里太久了 也不知道能和谁说 那日他问我那句句话 我是忍不住了 但我与他真是清清白白 您走出墓西堂的时候 我知道您是有些误解他的 我只是想和您说明白 这真的不关他的事 也许他曾经纠缠过我 但他现在和我界线分明 平日里就算说话 也要拉着两个丫头站着 谨慎得很 陈三爷静静地等着说完了 我打你 一是因为我是他的丈夫 二是因为我是你父亲 这些年 你一直都是最让我放心的 你母亲死的时候 拉着我的手 说要好好照顾你和西姐 他顿了顿 只看着陈玄清说 失望二字 还不足以说清楚我的感受 你当时可有想过 如果发现你这些事的不是我 而是别人 你要怎么办 你倒是能逃过一劫 却要害你母亲身败名裂 害陈家和你一起蒙羞 你是陈家嫡长孙 以后陈家欣荣 你责任重大 结果你竟然做出这等荒唐事 陈三爷语气严厉 我问你 你现在可知道 自己错在何处了 自私重于心 陈玄清思考过很久 他想过父亲会说什么 但等这些话 真的从父亲嘴里说出来 就让他觉得无比的重 他默然汗手 违背礼仪廉耻 使他自己不争气 陈三爷看他低垂着头 再叹了口气 让他坐下来说话 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三月 你就去和监府宿宁县上任 文书过了元宿宅 就会下来 陈三爷继续说 这个时候让你去外任 确实不太合适 陈玄清应该再在汉林院锤落几年 积累了围观的经验 再去肃宁县 现在却不得不提前了 不过 你该出去避开一段时间 也看看黎明百姓 知道世间艰辛 人总是因为 月里相爱 心生痴愿 等看到外面的世界 多大多深 就知道 自己的苦难不算什么 陈玄清不仅需要远离顾锦昭 他还需要一些磨难 陈玄清还年纪太轻 这种感情 能被时间消磨 陈玄清点头 他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 现在 他也确实需要避开 有父亲给他安排 自然不用再去麻烦 您放心 等我回来的时候 不管有没有真的忘了 至少肯定让人看不出来 陈玄清淡淡地笑 陈玄允才柔和了语气 我教导你 总是严厉 你心里明白就好 我知道 他就说了这三个字 等他回到鱼丸雪那里 他很惊讶 陈玄清脸上的伤 不一会儿 父亲又派人送了伤药过来 陈玄清拿着瓷瓶笑了笑 心里倒真是平静下来 父亲 毕竟是父亲 他一辈子都赶不上 等到了正月十五那天 不仅是陈家热热闹闹的 外头的荣香胡同 在外面的曹四方 都热闹起来 各家都挂出了红绸砂灯笼 还请了人特地搭了登山门 灯亭 一座灯亭里挂了上百盏各式各样的灯 曹四方沿河的街上还挂出了灯笼 引得众人静香去看 陈玄月爆了个兔子灯来给锦招请安 他的兔子灯中间是兔婆 旁边两盏是小兔 中间放了一碗茶油泡的米饭 埋了灯芯草 陈玄月给他看 很高兴地说 晚上就去放在湖里 苏妈妈看着便笑了 这兔子灯扎得好 听说江西宁都那边就新过灯 整个县都会扎这种兔子灯 我看九少爷的兔子灯扎得像极了 这灯是哪来的 苏妈妈忙回道 九少爷自己在回事出挑来的 喜欢得很 顾锦招放下手里账本 招他过去 摸摸他的头 熊月想去看灯会吗 他茫然地看着顾锦招 什么是灯会 陈熊月长这么大 没有出过陈家门一次 自然就不知道灯会了 顾锦招告诉他 灯会很热闹 有磕石杠的灯 你要是想看 就让小丝陀你 在门口看一会儿 不能出去 他人傻好气的 要是走丢了 说不定都不知道回来 陈熊月嗷了一声 摇摇头 哦 不看 顾锦招有些意外 他还以为 陈熊月会喜欢这些东西 他一向对这种手艺玩意儿 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陈熊月就像猴子一样 爬到罗汉床上 去翻他的账本 沈娘这是什么 他什么都喜欢问 指着账本又问顾锦招 顾锦招给他解释了 又轻声问他 你为什么不想去看灯会呢 陈熊月只是摇头 没有说话 继续翻顾锦招的账本 顾锦招想起他 害怕人多的地方 也害怕大声的响动 上次 陈熊拿了个腰骨玩 把他吓得 钻到床底下不出来 被婆子拉出来的时候 他满身的灰 像个耗子一样 灰头土脸的 嘴里不住喃喃 打雷了 打雷了 陈熊月被吓了 好长一段时间 以后看到陈熙就绕路走 童妈妈进来 和顾锦招说话 顾锦招就和他说 填妆上的事 一时没有注意到陈熊月 陈熊月拿起毛笔看了看 在账本上画了两下 顾锦招回过头时 看到账本被他画得 乱七八糟的 哭笑不得的 夺过他手里的笔 你做什么 陈熊月回过头 脸上擦了一块墨迹 表情又茫然又无辜 顾锦招让宋妈妈 赶紧抱他去一边玩 他拿过帐本重新看 这是他在堡底的 一颗米横地上来的 他还没看过 陈熊月画花的那片 看不太清楚 顾锦招只能让 孙妈妈拿了纸过来 他一项一项地 对着后面的蒜 这样算上去 却对不上前面的 这个账目有问题 顾锦招有些痴青 要不是他仔细去算 还看不出来 顾锦招又算了一次 才确定下来 叫了童妈妈过来说 把这个账目带去 罗永平那儿 让他找这个米横的掌柜问话 这么做账肯定不是第一次了 肯定似吞了不少钱下来 问清楚 实情无误 把原来吞的钱赔出来 他也不用做这个掌柜了 童妈妈接过 顾锦招做好的账目一看 这米横掌柜 做账做得巧 一行行看下来 没有问题 倒着往上算却不对 收入少算了 整整二百两 他接过账本 就去罗永平所在的 贵乡方了 这些掌柜 都是从季家带出来的 顾锦招心里叹气 季家带出来的人 他虽是信任 也多重提拔 却没料到 人心会变 现在跟他玩 中宝私囊了 要不是陈玄月华花的账本 他还不会倒过就算 顾锦招想到这里 不由觉得奇怪 这也太巧合了 他怎么就刚好翻到那一页 把有问题的吉笔账 划花了 他看向陈玄月 他却正在和自己的小鸡玩 他用绳子拴住小鸡的脚 不要小鸡站起来 小鸡要走 他就拉一下 急得小东西不停地扇动翅膀 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玩够了 就把小鸡捧到自己怀里 为他吃小麦粒 顾锦招心里 不免浮现个猜测 陈三爷说过 陈玄月的痴呆是治不好的 但是 要是他根本不痴呆呢 他的痴呆本来就是装的 只是为了让秦氏放松警惕 不至于让秦氏像弄死 前两个兽子一样弄死他 所以等他到了陕西 没有人会害他了 他就不再装傻了 开始大展宏图 这些账本 都是罗永平或曹子恒看过 再给他的 两个人中 罗永平做了多年的账房先生 曹子恒学识谋略都是上乘 他们都看不出来 陈三爷只是随便翻了翻 就能看出来 如果他是装傻 忙过陈下上下各种人精的眼睛 那他不仅是心智太厉害 也太能忍耐 太会矛断 但陈玄月现在只有十岁 这也太不可能了 也许自己本来推测 陈玄月习武天资出众就是错的 他最擅长的根本不是武力 而是智谋 顾锦昭正思索着 陈西就过来找陈玄月玩了 陈玄月吓得 缩到顾锦昭身后 紧紧握着他的小黄鸡 眼睛瞪得大大的 陈西气得直跺脚 哼 九哥 西姐都没有拿骨了 不会吓唬你的 陈玄月根本不相信 连忙把小鸡藏到衣巾里 小鸡在他的衣巾里 一鼓一鼓乱动 他又伸出手捂住顾锦昭的耳朵 还怕吓到他一样 顾锦昭把陈玄月拉到他身前来 笑着说 你这样这顿小鸡 都可活不了几天了 竟然他好久 说陈西不会拿腰骨吓他了 陈玄月才把憋了好久的小鸡拿出来 安抚地摸他的毛 小孩和动物玩 只是觉得好玩 没有恶意 偏偏手下不知道轻重 顾锦昭小时候养过一只漂亮的波斯猫 毛色雪白 还是寄灿送给他的 他那时候和小猫玩 把猫裹在凉席里 等到放出来的时候 猫就不行了 他急得直哭 但是那只猫也没有救回来 陈玄月这么玩 肯定迟早把他玩死 顾锦昭这么一想 又觉得陈玄月不是装傻 如果是装的 他也装得太好了 不管他是不是装傻 他如常待他就是了 要是真傻 那没得说 要是装的 他必然有他的理由 按理说现在 他不会被情势威胁 就没必要装傻了才是 谁知道他在想什么呢 顾锦昭心里存有怀疑 却没必要弄清楚 他倒是真希望 陈玄月是装傻 这孩子原来过得太苦了 本集播讲完毕 图妈妈由夏小雪演播 陈玄清由云天河演播 陈玄月由侯西白演播 后期制作小野光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小野光的喜马主页 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点击音频右下角的赞助支持 幽梦初醒 却到浮华流年 乱了心神 繁华落尽 只求一世从容 断了情思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i-fem 独家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小说 梁辰美景 作者沉香灰烬 主播小野光 追马 云天河 雪月之下 第214集 陈玄清远调 他下午带着陈玄月和陈希做汤圆 桂花 豆沙 芝麻白糖 山楂 花生 各种馅料 做了好些不同的元宵 怕陈玄月吃到会自己吞进去 他就放的是大些的银刻子 不是筋豆子 两个孩子帮他活馅 包汤圆 玩耍得很是开心 陈希在包着银刻子汤圆上 点了芝麻 认真的和陈玄月说 九哥 这就是有钱的汤圆 吃的时候要吃有钱的一整年都有财运 你记得了 都是点芝麻的 陈玄月跟着认真点头 丫头们都笑起来 顾锦招也懒得阻止他们作弊 他们开心就好 陈三爷下午就回来了 晚上去给陈老夫人请安 回来吃了一碗花生汤圆 陈玄月和陈希已经被婆子领着 去前院看灯会了 顾锦招守着他吃汤圆 陈三爷慢慢地都吃完了 把陈老夫人给他的那本 冷眼睛拿出来看 外头热热闹闹的 屋里却很安静 顾锦招还以为他会去看灯会 他却就着他的灯看佛书 手珠落在书页上 他垂眼看得很认真 顾锦招想起陈老夫人说 前院要菜灯迷 怀乡胡同外面有五十灯笼 龙灯经过 龙灯过来的时候 大家都要去龙灯下面钻 要沾龙气 百姓要沿河油灯 他几年没看到过这么大的灯会了 他自己投了这么多银子 也不去看看 顾锦招只看到陈三爷 翻过一叶佛经 他把绣绷放下 拿起剪刀剪灯花 啪的一声响 他正读佛经 低头不由露出微笑 顾锦招趁继续拉他的手 你也去外面看看灯会吧 老闷着也不好 他不太喜欢热闹 这种场合多半是不去的 陈三爷头也不抬的说 你和孙妈妈等人去就够了 都引几个灯笼回来 顾锦招有些失望 那还是不打扰地看书吧 他答应了陈老夫人去看看的 丫头拿了披风过来给他穿上 前几日才换上了春衫 恐怕晚上还是冷的 他系了披风 赛服就请起灯笼 准备要出门了 顾锦招又回头看了陈三爷一眼 陈三爷才说 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几句话要和母亲说 我和你一起去吧 他放下书走到顾锦招身边 顾锦招知道他这是要陪自己去 不由笑着看他 却听他叹息的低声道 你就不能多求我几句吗 做这么大的灯会 本来就是为他热闹 不过是想逗逗他罢了 他说了一句就放弃了 顾锦招哪里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想去 外院里 菜灯笼已经开始了 淮香胡同里人声鼎沸的 都传到了里面 陈老夫人提前说过 菜灯笼可以得进豆子 各房都有人过来猜 图个热闹 看到陈彦允出来 陈老夫人招手让他过去 难得你来看灯会 坐这陪我 陈彦允坐到母亲身边 陪他说话 顾锦招就跟着王室 一起转起来 解了几个灯笼 要是我不会的 就拿去给陈彦允看 他空闲之余 侧头一看 就直接说答案 一连这么解了十多个 陈老夫人不同意了 笑着道 这么猜下去 我两太子 进豆子都不够他猜的 老三不准参加猜灯笼了 大家听了 都笑起来 圆月月上夜空 容香胡同的花灯 繁华如星海 游灯的人 渐渐往河边去了 游丸雪又往月门那头看 陈玄清还没有过来 装饰安慰他 许是有事拖延啊 咱们自己看自己的就是了 端了杯梅思酒给他喝 陈玄清正站在 池子另一边的回廊下 远远看着他们热闹的景象 助力了许晓 他才淡淡地笑了笑 转身往回走 这些热闹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过完了十五 陈玄清的任何尖府 宋宁县支县的文书就下来了 秦氏正在给陈昭书头发 听到丫头韩珍的禀报 没略一条 文书都下来了 韩珍点头 太夫人都听说了 连夜叫七少爷过去叮嘱 第二天 随时出就开始准备移成了 倒是怪事 秦氏染奉仙花枝的枝下 划过庄莲盒子 挑了个欠子银食的发姑 给陈昭戴上 淡淡地说 他是三房嫡子 又是炭花郎的公民 按理说 应该在汉林院多待几年 外放去偏远仙的府地 做个支服也是够的 现在就去做支线 岂不是还要多熬几年 他笑着拍拍陈昭的头 梳好了 娘亲叔的发际好看吗 陈昭嫂就坐不住了 在屋子上扭来扭去的 好看好看 娘亲 我今天能去找三嫂玩吗 秦氏就着丫头打来的热水洗手 不许 一会儿你父亲要过来 再过几日 他也要回陕西了 你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他几天 也不多陪陪他 再说了 你去你大嫂二嫂那里都好 少去你三嫂那儿 陈昭不高兴地嘟起小嘴 又不敢反驳母亲 丫头端了早膳上来 嬷嬷抱得下去吃早膳 秦氏坐在庄镜前面 看着自己许久 他年轻的时候也长得好看 可是现在年近四十 保养得再好 也略显老态 再看家里头别的肘里 都还年轻漂亮的 秦氏略整理了发际 又再抹了些胭脂 问韩真 你看这样可好 韩真笑道 奴婢觉得 淡妆浓膜总相宜 秦氏笑了笑 是吗 我总觉得二爷对我没有原先用心了 说话都心不在焉的 陈彦章远在陕西 他就是想管 手也伸不了那么长 陈彦章说了两个通房丫头 他是知道的 虽然心里很不好受 但他也忍住了 只是伺候闯死的东西 他还不放在眼里 陈彦章也不可能对奴婢动心 就是不知道 还有没有别的女人 秦氏想起前不久 吴夫人说 郑国公长海 养外事的事 郑国公夫人僵事 耳根子软 管不住男人 就是知道 长海在外面养外事 也都忍气吞声的 何况 长海正值青年 本就是多情的时候 后来 那外事怀孕生死 长海把孩子抱回郑国公府 僵事还要打落门牙和血吞 把这个孩子 记在自己名下养 秦氏觉得 要是他是僵事 早就连着剑蹄子 连同孩子一起弄死了 他握着金簪的手一紧 又问韩真 陈玄月在外院如何了 韩真回道 九少爷和赫颜楼的师父学武 跟着七少爷识字 听说现在会认些字了 也长高了不少 秦氏很满意 不过是个傻子 想住外院就住吧 他现在都懒得对付他 成二爷过来了 丫头替他打了帘子 他穿着江灰色的道袍 显得鼻挺又潇洒 秦氏替他承舟布菜 说话的声音很柔 二爷听说了吗 七少爷要去做支线了 陈二爷低头喝粥 老三说过 怎么了 妾身就是觉得奇怪 秦氏微微一笑 不是都要关政三年的 怎么他就这么快上任了 陈二爷摇头 谁猜得到老三要做什么 随他去吧 反正前程差不了 秦氏笑容一宁 还想找点什么话和他说 陈二爷去两三去就应付过去了 等吃完了早膳 嬷嬷抱着陈昭上来 陈昭看到父亲就甜甜地喊人 腻在父亲怀里和他说话 陈二爷又抱着陈昭 去看新开的垂丝海棠了 欢夏冬衣 人都觉得干净绿络了些 顾锦昭晒晒着太阳 陪陈西做针线 院子里海棠花开了不少 今年的春天来得早了些 陈西跟着陈老夫人 去了宝箱寺拜佛 求了好几个平安符回来 要做好些香囊来装平安符 就过来请顾锦昭帮他看看 他挑了蓝色的行筹 嗯 这个送给七哥 他就要去认上了 我就不能经常见到他了 陈西拿着针线想了货 问锦昭 母亲你说绣什么花样好 我会绣荷花 兰花 还有宝箱花 顾锦昭微微一笑 那便荷花吧 陈玄青好像挺喜欢荷花的 陈西欧了一声 认真地拿了小鹏绣荷花 顾锦昭就在旁边点他的针法 陈三爷下午回来了 在门口看了他一会儿才走进来 陈玄青明早一早就走 今天下午就要过来辞别 陈三爷回来后 不多久他就过来了 这是顾锦昭从那天起 第一次看到陈玄青 他看上去好像瘦了些 样子云淡风轻的 也没有看顾锦昭就轻声说了几句私别的话 儿子这一别恐怕就是半年 父亲母亲在家里保重自己 要是有事 也写了信来告诉儿子就是 顾锦昭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看到陈玄青觉得尴尬是难免的 他让丫头捧了早准备好的一些点心吃食给他 母亲也没有别的给你 这些你且收下吧 陈玄青身后的小丝来接了东西 陈玄青谢过了就告退离开 陈希追着陈玄青出去 拉着他的手泪汪汪的说 七哥你要走了吗 西姐要送你的香囊还没有修好呢 他把自己绣了一半的香囊给他看 陈玄青揉揉他的发微笑着道 等我回来再给我吧 陈希捏着他的袖子不要他走 眼泪不停地掉 西姐扮得很 跟着母亲绣了这么久 也不会绣什么东西 他把那个没绣完的香囊塞给他 陈玄青摩缩着刺绣的荷花 沉默了一下再把东西收下了 他抬起头看着沐溪堂的方向 跟陈希说 你在家里就好好地听父亲母亲的话 多北北的 陈希点点头 嗯 等七哥回来就可以看到弟弟了 陈玄青露出一丝微笑 对啊 你也要带弟弟好 别欺负他 不会的 我疼弟弟 我每天都摸母亲的肚子 看弟弟长大了多少 七哥 你回来也要给弟弟带礼物 我记得了 你快回去吧 陈玄青只是笑 再晚 安嬷嬷该找你了 陈希这才依依不舍地放手了 就看到七哥把香囊收进衣袖里 慢慢地走远了 西四见礼 等陈玄青走后 顾锦钊才问陈三爷 以他的资质 在汉林医院关政几年 便可认知府了 现在远调 恐怕还要在知线上熬好些年 是你让他远调的 陈三爷喝着茶没有抬头 恩了一声 他是陈家嫡长子 不管有没有出事 也该担负责任了 那件事 使他太不成熟了 前世 陈玄青远调 也是刚过了年不久 那个时候 陈三爷恐怕也是发现了 他们之间的问题 想要远调陈玄青 隔绝顾锦钊的心思 不想 这事 陈玄青也是远调 却是截然不同的原因 顾锦钊 心里很复杂 他很了解陈玄青 在想什么 可能有时候 你喜欢某样东西 是从你知道 你根本得不到它时开始的 等他冷静下来 应该看得清楚吧 他不由握住陈三爷的手 低声道 三爷 他会明白的 陈彦云抬头看他 慢慢摸着他的脸 想说什么 却只是笑了笑 我都知道 外头 海棠花开得很好 阳光又好 顾锦钊拿了本书来看 看了一会儿 他就觉得困了 浑浑欲睡的 陈三爷坐在他身边读佛经 看到他不就打瞌睡的样子 把他抱到怀里 让他整着自己睡 顾锦钊迷迷糊糊的 只闻到他身上的味道 就安心了 整着他放心地睡着了 陈三也调整了姿势 让他睡得舒服些 手不由地抚摸着他的肚子 再过几个月 孩子就要出事了 好像比寻常的七个月大一些 他有点担忧 孩子太大了 会不太好生 不如去请几个宫里的吻婆来 更有经验些 免得他平白受苦 陈三爷正思量着 财富快步走进来通病 江炎过来找他了 本集播讲完毕 琴世由昭彰演播 陈二爷由人猫演播 陈希由小硕演播 后期制作 小野光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小野光的 喜马主页 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点击音频右下角的赞助支持 幽梦初醒 却到浮华流年 乱了心神 繁华落尽 只求一世从容 断了情思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i-fem 独家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小说 梁辰美景 作者沉香灰烬 主播小野光 追马 云天河 雪月之下 第215集 陈燕云 要见夜县 陈三爷做了一个 今生的首饰 把锦招抱到床上去睡 他去书房里见江炎 并不是狼走喝的出事了 说是酒后失德 带人砸了最先酒楼 还砸死了一个最先楼的伙计 被顺天俯伏也先扣起来了 现在兵部更是乱成一团 张大人正要过去找您谈话呢 左和德就是张巨连原定的兵部尚书人选 曾经参与过东海抗窝 难怪张巨连要着急了 陈燕云并不想了想 这事没有左和德可就难办了 张巨连肯定不愿意把这个位置 推到别人手上 这个位置太重要了 要是他把兵部尚书把握了 以后就算长星侯家复兴了 也拿他没办法 左和德怎么会这么糊涂 正是风口浪尖的时候 他竟然闹出这么大动静 江巨连又说 听说当时范大人也在场 还想替左大人瞒着的 谁知道顺天府的人来得太快了 陈燕云沉默随即笑了 原来还真是小看他了 你先为我背马车吧 别的路上再说 也不知是放货有手段 还是夜线有手段 这招真是聪明极了 陈燕云陪着张巨连 去了趟顺天府府补衙 顺天府府尹徐昌 亲自来迎接他们 请去了府补衙后面的宴席处喝茶 下官是听说有人在最前九楼闹事 所以才把衙衣抓人 可谁知道竟然是左大人 这本来呢也不是什么大事 偏偏出了人命 就先将左大人带回来了 正准备移交刑部尚书 他是顺天府府尹 正三品大臣 和索和德评级还不能处置他 徐昌也知道索和德是张巨连的人 之后刑部尚书之前 就先派人告诉了张巨连 给他一个缓冲保人的时间 死了个把人 这要是在平时肯定算不得什么事 偏偏最先九楼就是京城最大的九楼 平日来往权贵正多 又是人多眼杂的 索和德几拳就揍的那伙计皮开肉战 又随手拿起铜壶一砸 顿时就血浆四溅 在场很多人都被吓到了 此时又处于索和德 着生的关键时刻 出了这种事 即便是张巨连能够把人保下来 恐怕也是尽身无望了 张大人在朝堂虽然势力大 但也并未完全把持 长兴侯叶家不说 至少礼部尚书高大人 刑部尚书何家还是中立 更有许多薰贵之家夹洒其中 郑国公长家 定国公樊家 武丁侯家 也是根深夜貌 极不好对付 这之后 索和德出事了 恐怕他们这边 很难推几个人出来 了解事情的经过之后 张巨连脸色阴沉地 吩咐陈彦云 你先去看看那人的尸首 有无不对的地方 他要亲自去问佐贺德的话 陈彦云应试 徐昌带着张巨连去牢房 顺天府通判王大人 请陈彦云去停尸房 武作解开麻布 让陈彦云看 陈彦云经验丰富 走上来翻动尸首 没有别的伤痕 负不于轻 应该受了内伤 你拿刀过来 武作有些惊讶 这厌尸武作 是最下等的工作 他自习本来就是 做脸试送葬的人 才被请来做武作 没想到 这官老爷模样的人 也要亲自动手 他连忙递上一把尖头刀 陈彦云也知道 这些武作 多半本身是从事丧葬 只是来糊弄口饭吃的 后代都不得参加科举 大多数武作 也没什么验尸能力 他早年倒是 随着老武作学习过 知道怎么验尸 陈彦先叮嘱这个武作 你在旁边看着就行了 不过你得记住 这些事情都是你做的 和我们没关系 明白吗 武作连忙点头 游不游地看向一旁 站着的陈彦云 这位官老爷 竟然也不避讳 听说他就是当今的 东阁大学士 只是沉默地看着 一言不发 陈彦云很快就验完了诗 护卫端了热水过来 给他洗手 陈彦云看了江炎一眼 是意 他边上前一步 打赏了这武作 一带银客子 一行人才出了 这阴暗的停尸房 陈彦云边走 边和陈彦云说 三爷 这伙计 即便头部没有受重击 恐怕也活不久 左大人下手真重啊 脾葬都破了 不过奇怪的是 这人生前曾饮过酒 吃了一顿好菜 左河德当年抗窝的时候 威名赫赫 手脚重一点都不奇怪 死囚要被问斩了 也有一顿好酒好菜 陈彦云叹息一声 左河德被人害了 等他们回到宴席处 范辉也已经回来了 范辉起身 向陈彦云拱手 陈大人来得倒是早 陈彦云笑笑 比不得范大人 听说当时 左大人伤人的时候 您正在醉仙酒楼 范辉颇有些不好意思 清秀的脸上 露出几分然然 当时范某在醉仙楼 宴请客人 正好听到楼下喧哗 赶过去看 就发现左大人 正捉着那伙计的 衣领殴打 范某还想下去阻止 无奈范某一介书生 手无腹肌之力 那时候 醉仙楼里 还有别的权柜在 事情恐怕都传开了 范某也没有办法 也只能过来做个见证了 陈彦云坐下来喝茶 又问道 范大人当时宴请何人 竟然这么巧 遇到左大人 是国子监祭酒李大人 我们是同科进士 也经常在醉仙楼喝酒 徐昌陪着张巨连过来了 众人起身给张巨连行礼 张巨连汗手 坐到饭灰身边 左大人喝酒之后 那样子可还清晰 下官看来是神志不清 而且十分激动 便是有人拉他也没有入手 怎么这样问 陈彦云看了张巨连一眼 张巨连衣袖面色阴沉 翻灰连忙道 下官倒是可以做个见证 说那火箭是自己撞到铜瓶上的 料想也不会有大问题 陈彦云拿着茶盏的手一顿 这个范辉太急功尽力了 张巨连果然警惕起来 但笑道 这就不必了 范大人还是实话实说吧 翻灰脸色一白 又强笑道 是是 倒是范某多虑了 刚好也看到刑部和大理寺来人了 张巨连随即和陈彦云上了马车 离开顺天府府补衙 登上了马车 张巨连才和陈彦云说 那个范辉无视线殷勤 恐怕心里有鬼 你好好注意他 陈彦云点头 学生也觉得有蹊跷 范大人遇到左赫德 太巧了些 嗯 张巨连嗡了一声 闭目靠在垫子上问他 九行 那尸首可有意义呀 陈彦云淡淡答道 确实内伤颇重 是殴打所致 别的倒也看不出什么 张巨连叹了口气 唉 不中用啊 他被人害了 还浑然不知 我看就是把他推上兵部尚书的位置 恐怕也坐不稳 张巨连果然猜到 左赫德是被人害了 陈彦云现在对张巨连有所保留 自然不想把一切和盘拖出 张巨连即使猜到 现在人死了 也是死无对证 他没有办法 这样也好 要是等张巨连掌握了兵部尚书这个职位 恐怕才是真的把持朝纲了 现在他还需要忌惮很多人 特别是手上有兵权的人 赵银池虽然是中立派 却也是向着长兴侯家的 毕竟老长兴侯对他是恩仲如山 当年锐亲王公辩谋反 围剿长兴侯 赵银池就即刻调兵去救人了 失去了赵银池 对叶家肯定有影响 陈彦允问道 咱们这边本来就没有合适的人选 没有了左和德 恐怕就只能让长家的人来认了 您可有别的打算吗 张巨连睁开眼 看着陈彦允淡淡地说 小恒 自从你成亲后 性格就温和了不少啊 老实见笑了 我本来也没什么斗志 上次我倒是远远看了你夫人一眼 大爷真是果色甜香 你好福气 他什么时候见过顾锦钊了 陈彦允自然只能谦逊 戳精愚钝 总是要我照顾他的多 还是要操心的 张巨连笑了笑 这么个人 你自然要当宝哄着 等你幼子出事了 我会来亲自祷贺的 大时候再给你个风红 两人再回春方分开了 陈彦允上了自己的马车 他有些疲倦地揉揉眉心 和张巨连比起来 他显然定力还不够 张巨连心身如海 除了自己还能猜出几分 别人更是摸不着头绪 江巨捧了杯峨眉血牙给他 问道 三爷 咱们现在要回去吗 陈彦允摇头 去抚学胡同 要是有人问起 就说咱们有东西落下 你派人去玉柳胡同传话 我要见叶县 抚学胡同和玉柳胡同相邻 玉柳胡同 正是长兴侯府的所在 马车嘚嘚地回抚学胡同了 叶县正在书房里 到他的虎皮鹦鹉说话 只书在旁边帮着地鸟石 狮子爷 您上次养了一只 会背伦语的鹦鹉 这只您要教它背什么 只书很好奇 叶县用纸巾 逗鸟儿的会 慢慢地说 这鹦鹉比人聪明 就教它背孟子算了 等它会背了 你就拿去送给夫人 让它跟着鹦鹉好好学学 只书蹲着看了半天 有点累了 您可别又把世子夫人气哭了 上次您让世子夫人被论语 不是哭了整整两天吗 侯夫人还叫了您去说话 世子夫人大字不识 您太为难她了 叶县精致的眉衣皱 结果帕子一根根擦手指 很金贵的样子 母亲要我陪她 我能和她说什么 不是今天和母亲说了什么话 就是自己修了什么花 吃了什么好吃的 烦都要烦死了 若是不备 叫她别来烦我就是了 她扔下帕子 头也不回地走出书房 知书眼巴巴地跟着出去 世子爷不喜欢世子夫人 众人皆知 两人到现在都没有真的原谤 要不是知道自家世子爷脾气古怪 也从来不见女色 恐怕世子夫人都要被人笑话了 当然 即使世子夫人已经被人笑话了 世子夫人脸皮又薄 整日哭哭啼啼的 世子爷看到就更不喜欢了 知书叹了口气 世子夫人长得这么好看 世子都不喜欢 也不知道她要喜欢什么样的 叶线刚走出书房 李仙怀就跟上来了 世子爷都做好了 那伙计家人已经安顿好了 左赫德已经被收押 下午恐怕就要转入刑部了 叶线安恶声淡淡地道 赞辉还没来信吗 李仙怀摇头 还没有 不过外面有个人想要见你 自称是什么怀案巨使 请您讨教诗词啊 他说您一听就明白了 叶线听到淮安居使四个字 眼中冷光一闪 陈燕云 他来找他干什么 叶线想了想 特地换了件宝蓝色 行愁之多 披了雨仇面的披风 去见陈燕云 陈燕云的马车 停在辅袖胡同的尽头 他那个叫陈毅的护卫 正守在外面 张言挑开帘子 请他进去 马车很宽敞 里头摆了一个铜炉子 陈三爷正拿着茶壶倒水 世子爷请坐吧 他放下茶壶 将那个青瓷产制的茶杯 推到他面前 笑道 陈某手艺不好 世子且将就着吧 叶线看了陈燕云一眼 陈燕云依旧是儒雅的笑容 看不出端倪 他慢慢端起茶杯 要是陈大人 趁机将我毒死 倒是也不错 您的护卫 在趁机把我的护卫杀了 岂不是死无对证吗 您说 我该不该喝这杯茶 陈燕云淡淡地笑 世子爷赶来 应该有万全准备吧 你铁基因里高手众多 我偷血不能轻易得手 况且 陈某要是想杀世子 肯定也不会是这个时候 叶线才喝了茶 也笑了笑 陈大人倒是没有谦虚啊 他看向陈燕云 既然陈大人手艺不好 应该不是专程请我喝茶 究竟有什么事 便直说吧 陈燕云摸缩着佛珠 收敛了笑容 世子爷最近的举动 有些冒险啊 陷害左和德 让范辉在张大人面前露脸 要做这一件双雕的事 想必风险很大 夜线面上镇定思绪 心里却已经波澜皱起了 陈燕云怎么知道 他做这些事的 他知道了 为什么不是告诉张巨连 秘密除掉范辉 而是来找他呢 陈燕云究竟想做什么 本集播讲完毕 姜妍由面条演播 陈奕由侯戏牌演播 范辉由人猫演播 后期制作小夜光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小夜光的喜马主页 喜欢我们的作品 欢迎点击音频右下角的赞助支持 幽梦初醒 却到浮华流年 乱了心神 繁华落尽 只求一世从容 断了情思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i-fem 独家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小说 梁辰美景 作者陈香灰烬 主播 小夜光 追马 云天河 雪月之下 第216集 想好好和他一起 陈彦云并不在意 继续的 瑞亲王公变的时候 世子也有高人相助 才逗得过逍游 算计得了瑞亲王 怎么现在这个高人 没在世子爷身边指点吗 世子爷这般形势 可有些锋芒毕露了 高人 叶线微微皱起眉 不明白陈彦云在说什么 陈彦云是观察别人神态的高手 很容易就能看出 叶线的惊讶并不是装的 难道这个高人并不存在 萧游其实没死 这也说不过去啊 如果萧游还是叶线身边 肯定是不会让叶线 做出如此貌似的举动 叶线非常聪明 但是他太年轻了 他也并不了解张居连 连陈彦云这个 干了他好几年的 他亲自提拔起来的人 张居连都会怀疑 怎么还会冒用 突然出头的范辉呢 所以范辉突然的示好 张居连反而会忌惮他 陈彦云缓缓道 此人提醒世子爷 萧先生有问题 世子爷该不会忘了吧 叶线这才反应过来 陈彦云说的那个高人 不就是顾锦钊吗 他用一种很古怪的眼神 看着陈彦云 陈彦云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连陈大人都懒得称呼了 陈彦云语气温和道 陈某只是和世子爷闲聊而已 叶线想了好一会儿 才回过神 他笑了笑 这个高人 该问陈大人你才是 你来问我做什么 岂不是想要嘲笑于我 叶线突然没有想交谈下去的意思了 他放下茶盏 冷淡地说 叶某还有事 就不陪陈大人闲聊了 陈大人 自己拼命吧 他退出马车 等着他的李仙怀 有点没反应过来 叶线已经阴沉着脸 走到前面去了 李仙怀再跟上去 李仙怀有些不解 世子爷 怎么了 叶线也没有回话 李仙怀抓不住头脑 陈在和您说什么了 属下在外面听的 他好像知道怎么事了 叶线却突然站定了 这事不对 他好像把事情想复杂了 陈三爷来问他 应该是来试探他 他真的不知道那人是谁 他这么一说 陈彦云反而会起疑了 叶线走后 江言再和陈三爷说话 三爷 属下怎么听不懂世子爷的话 他的意思是 那个高人怎么认识 陈彦云也不知道 叶线那句话什么意思 不过根据叶线的话来看 这个人应该是存在的 而且和他有某种关系 那究竟是谁呢 等陈彦云回到陈家的时候 顾锦昭还没有醒 他挑了罗杖看他 他全坐在被述里 呼吸很平稳 听到动静 顾锦昭就醒了 看到隔山外天都黑了 顾锦昭才坐起来 竟然不知不觉睡了这么久 看到陈彦云穿着一件灰色的直居 顾锦昭才知道 他出去过了 他吵他笑了笑 您什么时候出去的 回来也不叫我 他该准备晚膳才是 正想叫你起来 该吃晚膳了 陈三爷想伸手抱起他 顾锦昭有些不好意思 躲开他的手 自己探脚下去找鞋 气生还没吩咐厨房做晚膳 刚好他厨房那边 送了几条丝塞炉过来 可以清蒸来吃 我抱你起来就是 免得你还要穿鞋 陈三爷笑了笑 浮身突然把他抱起来 顾锦昭连忙搂住他的脖子 听到他的滴滴笑声 在他耳边响起 你还不好意思吗 都是要做娘亲的人了 他只是觉得自己怀孕了 怕陈三爷抱起来太重 何况 吃饭都要人抱着去 那样也太娇气了 顾锦昭做不出来 妾身是双身子的人 您抱着费劲 他低声说 还好 你夫君还抱得起 果然就抱着他走到西寺间 放在罗汉床上 顾锦昭看到自己 只穿了双领不挖子的脚 更加不好意思了 就把脚搜到乡群里 丫头们端着晚膳四地进来 陈三爷说 走的时候我就吩咐好了 怕你睡得太久 又跟他说起 请吻婆的事 你现在七个月出头 却比寻常的肚子略大 又不像是双生子的样子 我现在宫里 给你请两个吻婆出来 平时也好看着你 这些当然是他来安排 他听着就好 顾锦昭笑着点头 手不由放在肚子上 还有三个月 他就要出来了呀 二月十五 孙氏产下一个女婴 孙氏不太高兴 陈老夫人却很喜欢 这个曾孙女 抱在怀里便不撒手 顾锦昭提了些补品 去看孙氏 孙氏躺在床上 带着欠南海珠色的梅乐 脸色还有些苍白 使唤着陈玄让跑来跑去 他刚生了女儿 陈玄让把她当成宝捧着 又是倒水 又是地蜜剑的 秦氏看着脸都冷下来 哪里有丈夫 这么似厚妻死的道理 秦氏赶陈玄让出去 女人们在这说话 你便不要在这了 孙氏深缠 拖延你去国子剑的时间 可别耽误了学业 去好好看书 免得落下了 陈玄让自然是听母亲的 安慰了孙氏几句就出去了 孙氏又是老大不高兴 看到生的是女儿 两个嫂子自然是得意了 她们都是一举得难 偏偏她的是女儿 以后和两个嫂子说话 她都没有底 要是再两年生不出儿子 秦氏就找到由头 给陈玄让纳妾了 当着这么多人 被秦氏指伤骂怀的手落 孙氏也只能咽下这口气 孩子用红色的抱被捆着 小脸圆圆嫩嫩 看到王世新都要化了 又递给顾锦昭抱 你看她 肚子小嘴 真是可爱极了 鱼丸雪在旁看着 也觉得喜欢 更有些羡慕 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才能有孩子 陈玄清去了宿宁县 恐怕还要明年才看得到了 孩子还小 什么都看不出来 顾锦昭笑着夸 眉眼很像知习 她抱了一会儿 还是如母抱回去了 葛氏笑着 拉住孙氏的手 你这孩子生得快 人家都要疼好几个时辰 再不接也有几天 你一个时辰就生下来了 还生得这么好 以后也是好生养的 说起这个 孙氏也得意 我中午的时候觉得腹痛 叫了吻婆进来 吻婆也吓住了 连忙又是煎催产药 又是烧热水的 谁知道药都没喝下去 孩子就生下来了 人家都说生孩子多苦 我倒是不觉得 秦氏淡淡道 你两个嫂嫂就疼了许久 你生得容易 得来得自然容易了 秦氏就是看不惯 孙氏这种样子 而且又是葛氏在说话 他总要打压几句 孙氏脸色一白 也不再说话了 秦氏又看向顾锦昭笑道 就等着三弟妹的孩子了 不知道吻婆和乳娘 选好没有 要是有用的找我帮忙的地方 三弟妹尽管开口便是 在她看来 顾锦昭仅仅是占了个敌房的便宜 其实两人从身家 段数来说 她都觉得顾锦昭远不如她 顾锦昭笑着点头 吻婆是陈三爷在宫里找来的嬷嬷 几个乳娘是从哪次服选的 都是陈三爷次打点 她就给孩子准备一物鞋挖什么的 陈希和陈玄月还要给孩子存玩具 都存了一小箩筐了 就等着这小家伙生出来 她害怕这小东西以后被大家宠得厉害 变得骄横了 都差不多了 劳烦二嫂费心 王氏看看秦氏 又看向顾锦昭的肚子 笑道 我看三嫂肚子尖尖的 娘又常说这孩子好动 那应该是个男孩才对 等到三嫂的孩子生下来 我要送她个长命金锁 顾锦昭倒是不在意孩子是男是女 要是真的说起来 她更喜欢女孩 男孩太调皮了 陈玄月要是调皮起来 就很难收拾 女孩文文静静的最好 顾锦昭也盼着 这肚中的孩儿来 月份渐渐更大了 她行动也不变起来 到了临近生产的时候 每夜都睡不好 总是想多如策 来回地跑进房 折腾得人都有些憔悴了 陈三爷先疼她 说让婆子拿了叶壶放到内室里 顾锦昭很不好意思 放叶壶是一回事 她还要当着她 这怎么行呢 陈三爷笑着安慰她 夫妻之间 总是要看到彼此最尴尬难堪的时候 你还在意这个干什么 她搂着她 搬躺在自己怀里 低声说 以后等我老了 行动不变 你来伺候我那些事 你会嫌弃我吗 顾锦昭摇头 她怎么会嫌弃她呢 她低头看着顾锦昭 很认真地说 我比你搭一轮还多 等到你还年轻的时候 我肯定会是白发 长皱纹了 只能多陪你年轻几年了 顾锦昭不由拉住她的手 她前世就是早生滑发 到三十五的时候 虽然人还年轻 病边却已经有银丝了 她要操心的事实在太多 像中弹一样 层层压在她肩上的事 也太多 她最后见她 是在清明的时候 陈彦允去给僵尸扫墓 她也需要去祭拜 她披着件黑色大肠 春雨细细沥沥地下着 清寒未减 顾锦昭远地看到 她站在僵尸的坟前 陈毅帮她撑着伞 她沉默地站了很久 她也不知道 陈三爷在想什么 一阵夹杂阴冷雨似的风吹来 陈三爷握拳挡住嘴 传来几声压低的咳嗽 等陈三爷祭拜完僵尸 转身离开的时候 顾锦昭才看到 她略有清俭的脸 神情十分的淡漠 那个时候 顾锦昭不了解她 她也不想了解她 她只觉得 那远去的高大背影 像是轻瘦了 陈三爷背负什么 关她什么事呢 她不仅远远看着什么都不做 还要试试给她添堵 或者是管家有什么意外了 或者是陈玄林有事 需要她去看看了 那时候陈老夫人的身体又不好 陈三爷也要担忧她 忙得不可开交 顾锦昭听到她说 只能多陪你年轻几年了 忍不住觉得鼻子一酸 她以前怎么对她的 她原来如何艰难的 现在都不要重演了 她就是想好好的和她在一起 即便真的有诸多患难 她也要一直陪着她 她抱住陈三爷的腰 把头埋在她怀里 一句话不说 怎么又突然娇气起来了 难道正如人家所说的 怀孕的人都要敏感些 陈三爷不由笑起来 顾锦昭你怎么了 她在她耳边轻声说 骗你的 一会儿就搬个微瓶过来放着 我看不到的 顾锦昭更是不答话了 心中暗恨 手下去悄悄拧了她的手臂 却觉得拧都拧不动 陈三爷为死大笑 微瓶搬进来没几天 就是孙氏孩子的百日宴 渔婉雪一早过来 给顾锦昭请安 和她一起去二房那里 她穿着件鹅黄色镜面 四喜如意纹 装花被子 收了动马迹 带点脆头面 她肤白气质又柔软 鹅黄色和她很相衬 她过来服侍锦昭梳头 笑眯眯地说 儿媳原来在家的时候 经常帮母亲梳头 什么发际都能梳 虽然不算好 也算是匀衬 她为顾锦昭输了一个分心计 果然端庄又大气 顾锦昭原本娇媚的五官 都被压得典雅了许多 顾锦昭笑着夸她 你可别谦虚 这手艺相当的好 我的梳头媳妇都没你挥梳头 你倒是什么都会些 渔婉雪是要嫁给陈玄清 所正气的 瑜伽培养她也花了些功夫 渔婉雪继续说 七少爷去了镇上 我素日无事 还好能和母亲说说话 既然母亲喜欢 我以后便经常来给您梳头好了 她摊上顾锦昭账的婆婆 还真是万幸了 要是像秦氏一样 进门的媳妇 先历半年的规矩 若是不服 还有别的招数来对付 这才是最辛苦的 她也有个归宗好友 嫁给了一个知府的儿子 不仅每天要伺候婆婆 还要伺候丈夫 丈夫略有不满意 婆婆就会让利规矩 动辄站半天不准动态 一天下来 人就腰膝酸软 第二天站都站不稳 媳妇熬成婆 都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媳妇入门的时候 婆婆自然要好好享福 把自己做媳妇的苦 统统都试在媳妇身上 往往都是女人 在为难女人 觉得自己生了儿子 就是厉害的 该享福了 顾锦昭知道 自从陈玄清走后 树雅阁就清静了许多 你要是觉得闷得很 就把亲家母请过来看看你 顾锦昭跟她建议 余婉雪嫁过来后 余夫人还没有到陈家来过 余婉雪卸了顾锦昭的好意 拿了几个头面给她挑 顾锦昭只想了只 镂空白玉三子 本集播讲完毕 葛氏由大小兜演播 孙氏由阮霄飞演播 王氏由扁樱花演播 后期制作小一光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订阅 我和芝麻的新剧 《我爱陌生人》 大家新专辑见哦 幽梦初醒 却到浮华流年 乱了心神 繁华落尽 只求一世从容 断了情思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i-fem 独家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小说 梁辰美景 作者陈香辉静 主播小夜光 追马 云天河 雪月之下 第217集 紧着发作了 采福来福的洗身 现在走动越发困难 外头还备好了轻微小油车 在内院里待步 到二房的时候 孩子已经被抱出来了 来参加百日宴的人很多 除了和陈家交好的宗族妇人 还有孙氏的母亲和两个姐姐 与秦氏交好的吴妇人等人 大家热热闹闹的 坐在宴席处里说话 听到是陈三夫人过来 众人都难免好奇地看他 恭敬地和他说话 还不是看在陈三爷的面子上 顾醒着微笑着一一还礼 孙氏盲让丫头 给他搬了太师椅过来 还垫了个软和的 露愁面靠垫 不久 陈老夫人过来了 孩子便到了他手上 他笑呵呵地逗着孩子 宝儿 给曾祖母乐一个 宝儿是孩子辱名 大名要等今天命名礼的时候 陈玄让来去 孩子哇哇地叫 似乎在和他说话 小手抓着陈老夫人的镯子 想往嘴巴里送 丁点大的孩子就是这样 什么都要尝一尝才好 陈老夫人亲了亲孩子 带着奶香的面颊 从丫头手里拿了个金饺镯 孙氏眼睛一亮 忙笑着去接 虽然洗三礼的时候 陈老夫人都是要送曾孙东西的 这还是头一次百日宴送 看来陈老夫人还真是喜欢这个曾孙女 孙氏笑着说 孩子抱着您不撒手 也是喜欢您呢 陈老夫人把孩子给乳娘 坐下来喝茶 陈老夫人和真格我也带过 都十分活泼 这孩子喜静 想必以后也是个好性子的 我都喜欢得很 秦氏过来的时候 刚好就听到这句话 沈氏和庄氏带着孩子进来 也听到了 相哥和真格第一次看到这么小的娃娃 却争着要帮妹妹 孙氏自然不干 笑着说 你们还小 仔细伤着妹妹 秦氏当即脸色不好看 觉得孙氏有点自吃其重了 当着陈老夫人 却不能发唆出来 而是笑笑道 严席开始恐怕还有些时候 倒不如大家凑起来磨骨牌 我刚得了一幅象牙的骨牌 正好拿过来磨 陈老夫人笑着推辞 却被吴老夫人拉去磨骨牌了 严席处就剩下几个小辈 还有常家的郑国公夫人 郑国公夫人江氏 很少跟着常老夫人出来走动 他人长得娇娇小小的 不太爱说话的样子 不过 有郑国公的名头在 也没有人敢看清他 刚才拉着他说话的人也不少 这下 都跟着常老夫人去磨骨牌了 他却有些不好意思 看着和顾景昭年龄地位都相仿 就牺牲着和他说话 三夫人 这是要临盆了吧 顾景昭刚才还没注意到他 江氏穿着件真紫色 云纹装花长身被子 弹色的棕裙 头面倒是滑贵极了 这样的颜色不适合他 太显老了 他笑着起身回礼 国公夫人关心 也快了吧 他的风高的等级 比江氏低了两个品质 江氏连忙让他坐下 不用讲究这些 陈三老爷和国公爷交好 你也别太生疏了 秦氏看到顾景昭和江氏说话 心里猛地一跳 笑着走过来道 国公夫人难得来一次 怎么躲在这儿说话 也不跟着去磨骨牌 哎呦 我打得太臭了 还是别现眼了 国公夫人自签了 您这样哭作着也没什么意思 不如咱们也去凑一桌 我的牌鸡也一般 倒是三弟妹的牌鸡极好 不如请三弟妹 和我们一起来解决 顾景昭连连摆手 算了算了 你们来就好 挺着大肚子 他实在是懒得动他了 江氏瞧着顾景昭 倒是有些惊奇 哎呀 你这牌鸡真的好 那倒是可以教教我了 我和他们磨骨牌啊 总是输 顾景昭有点为难 前世就拉着他的手 三弟妹放心 就来两局 可是累不着你的 顾景昭也只能答应下来 毕竟只是两局也没什么 他不陪江氏玩两把 反倒失礼了 陈老夫人刚拿了个保重宝 手气极好 常老夫人却说得极了 手里的象牙骨牌 颠来颠去 直视没有打 陈老夫人笑了 你犹豫着做什么 大家都等着呢 哎呀 别催 我这乱着呢 常老夫人又理了一遍 自己的牌 样子怪认真的 大家都笑起来 陈老夫人就端了茶过来 慢慢喝着等她 这时候 有个丫头急步走过来 给众夫人屈身行了礼 常老夫人终于理清楚了牌 却正要打牌的时候 被丫头打断了 她皱皱眉 怎么了 你走得慌慌张张的 丫头连忙回禀道 是三夫人那头 发作了 而夫人派奴婢过来 只会太夫人一声 让太夫人赶紧过去看看 生产对于女人来说 是一道鬼门关 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 骨牌摸了两圈 顾锦张就觉得肚子有些不舒服 她让彩夫扶着她去 镜房里看了看 发现已经见红了 彩夫都被吓到了 顾锦张倒还很淡定 也算是生过孩子的人 让彩夫扶着她出去 坐在太师椅上 直喘气 下夫紧缩的疼痛感 已经一波一波地开始了 虽然还不强烈 骑士看到她出来也吓到了 忙扔了骨牌走过来 三弟妹 你是不是要 先送我回牧西堂 顾锦张抓住秦氏的手 都用力了许多 恐怕是发作了 牧西堂早就辟出了东厢房 做产房用 秦氏连忙让人背下软叫 抬着顾锦张回牧西堂 又赶紧叫人去通知陈老夫人 自己也往牧西堂赶去 倒不是她有多关心顾锦张 实在是不得不去看着 顾锦张突然发作 还是她让顾锦张陪着摸骨牌的时候 疑惑陈老夫人问起情况来 她肯定要被斥责起去 况且又是在二房这边发作的 她不能置之不离 丫头扶着顾锦张到东厢房坐下 这时候还没有疼得太厉害 孙妈妈已经赶过来了 吩咐婆子熬参汤 烧热水 又让顾锦张先慢慢走动着 两个吻婆也过来了 顾锦张已经疼得有些厉害 躺到了床上 吻婆看过了情况 出来回禀陈老夫人和秦氏 一般破水快的 升得也快 三夫人都已经见红了 羊水却还没有破 恐怕升出来 还需要些时候 需要扶催产汤才行 催产汤药刚才就煎好了 与竹芒端进去 给顾锦张喝下 陈老夫人很慎重 问了郑嬷嬷好几次 老三回来了没有 郑嬷嬷忙道 三老爷和国公爷一起出去了 您放心 一会儿就回来了 听不上什么 是我没想到 娘 那头的女眷们还等着呢 要不 我去照看着那边 秦氏又说 二房那头还有好些贵客等着 没有个主事的看着 太失礼了 陈老夫人点头让他去了 秦氏松了口气 还是别在这儿守着顾锦张比较好 陈老夫人过了会儿 又找郑嬷嬷过来说 你去请季大夫过来 郑嬷嬷听得一愣 郑女死生产的时候 都是吻婆看着 叫大夫过来干什么 陈老夫人却想起了吻婆的话 不住地喃喃着 免得有什么意外 陈三爷正和长海 在最先酒楼里 长海请他喝酒谈试 从珠奇雕花的扇窗往下看 是一个高约三尺的台子 有个长得柔美清秀的女子 正在谈琵琶 最先酒楼 是京城里很出名的酒楼 焚酒 花雕是最好的 来往的贵人就相当多 很多贵族豪是宴请别人 都是在这里 左和德就是在这砸死人的 长海鸡笑道 这人是长了个猪脑子吗 陈三爷招手让他回来 别人陷害了 这酒里头下药了 他现在连人家说过 什么都不记得 长海半个生死 都要挂在膳窗上 也没有理会陈三爷 而是笑道 听说这谈琵琶的姑娘 可是明灵夜素素 平常要是想见她 非要捧上百斤不可 想不到 竟然肯到这里来谈琵琶 你看看下面坐着的 有多少她的裙下之沉呢 这倒是稀奇了 她长得也不是特别好看 怎么就这么多人喜欢呢 陈三爷问她 国公爷 你不是请我来谈事的吗 长海才不甘心地退回来 别的不说 那琵琶倒是谈得真好 这香山局是怎么说来着 还真是有意境啊 那是幽耶全流 陈三爷无奈地道 长海笑嘻嘻地拿起酒壶 得 是我不学无术 灰懒得在你面前掉书袋了 反正咱们这些有爵位的 靠着祖上的硬币过日子 不就是混吗 又不用去烤袖子 说着又摇头 唉 算了 和你说正事了 你们真的要退去富安当并不上述吗 陈三爷恩了一声 应该大致确定了 你和我交好 富安就算不是我们的人 至少没有害处 况且论资历 他是最合适的 当年在青海战乱的时候 他的功名也是威震一方 不比赵怀差 只是没有赵怀运势好 不然现在 也不会屈居于侍郎了 长海笑笑 投靠我长家 总是会被文臣压制的 这赵怀倒是聪明 总是独善其身的 他拍了拍陈三爷的肩 咱们一起玩的大人里头 你是心思最缜密的一个 谁都玩不过你 我现在就想问你 你真打算就屈居于张居连之下 这老头虽然当过你老师 但人品太差 我是信不过的 我认真叫你一声陈哥了 要是有用得着的地方 您尽管吩咐我就是 陈三爷也笑了笑 你就不怕隔墙有耳 说说就算了 我就当没听到吧 长海有点急了 你这个性 还是有点像陈老伯 太死板了 我告诉你 别把尊师重道当回事 这业人打断他的话 你不听琵琶了 哼 还是算了吧 我就不喜欢听琵琶 长海捡了碟子里的炒花生吃 咬得嘎嘣嘎嘣的 这叶姑娘的妙处 我倒是想去尝尝 你要是有空 不如和我一起去 你是尽管 两个袖清风的 如果想找谁杜春宵 这钱呀 我就帮你付了就行 哈哈哈哈 长海笑着挑眉 他最近和永阳博有个铁矿的生意 赚了很多钱 我是修士 须得遵守五戒 陈彦宇摇头拒绝了 看到他藏在袖下的佛珠 长海却哼了声 哼 我看 不是你要蹲守五戒 是尊嫂太厉害吧 听说 现在你三个姨娘都不伺候你了 通房丫头也没有 凡事 亲里亲为 陈彦宇抬眼看他 你听谁说的 长海觉得后背一冷 缩了缩脖子 我娘说的 前不久我弄了个外事 带回去的时候 我娘和姜氏都哭天喊地的 不过我说你也是 这美人再好 总不能不换吧 岂不是很快就腻味了 陈彦宇只是喝茶都没看他 长海见他不答话 也是无趣了 又叫了伙计亲来上菜 跟着伙计亲来的 却是陈彦 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的 长海疑了一声 这外头有鬼黏你吗 陈彦摆摆手 又忙向陈三爷拱手 太夫人派人来捅船 说夫人发作了 请您赶快回府 不是说还有几天吗 陈彦宇没一皱 立刻站起来要走 吩咐了陈彦去背马车 昏容在后面帮他拿着披风 眼看就要跨门而出了 长海站起来问他 这就要生了 陈三爷嗡了声 想着顾锦钊正在生产 根本没心思理他了 随便说了句 国公爷自便 我先回去了 长海拉都拉不住他 想到江氏今天正好去陈家了 不如他也跟过去看看 陈三爷快步走出最先酒楼 很快上了马车 本集播讲完毕 琴事由昭彰演播 长海由面条演播 吻婆由风细眼演播 后期制作小一光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订阅 我和珍玛的新剧 我爱陌生人 大家新专辑见哦 幽梦初醒 却到浮华流年 乱了心神 繁华落尽 只求一世从容 断了情思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i-fem 独家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小说 梁辰美景 作者沉香灰烬 主播小夜光 追马 云天河 雪月之下 第218集 是个男孩 疼得越来越厉害 顾锦招很快 就有些坚持不住了 人家说 生头胎都很难 他前世生灵儿也是 疼了整整一天 做好准备是一回事 等到面对的时候 又是另一回事 他只依稀记得 已经过去几个时辰了 下身的被褥一片如湿 采夫又给他喂了一回身汤 稳婆还在旁边安慰他 夫人 疼一会儿就好了 别害怕啊 就是疼 也不要喊叫 尽量忍着些 冬刺监里 稳婆 婆子 丫头 都守着他 顾锦招点了点头 我知道 三爷回来没有 采夫忙说 已经派人去智慧了 应该快回来了 奴婢让人在墨西堂外面守着呢 顾锦招又闭上眼睛 他知道了就好 他又拉着稳婆的手 感觉到稳婆的手汗浸浸的 这些稳婆都是经验丰富的 手心出汗 那必定是情况不顺利 虽然知道他什么都不会说 顾锦招还是想问他 是不是 不太好 稳婆安慰他道 您放心 都是正常的 第一胎要艰难些 以后就好了 顾锦招勉强笑了笑 不管是不是顺利 至少他要相信 都是顺利的 丫头忙着 换了干净的被褥 又在顾锦招的后背 加了个影枕 很快 与竹端了第二碗 碎产汤药进来 喝了第二碗 碎产汤药之后 阵痛更加密集频繁 另一个吻婆脸上 露出几分喜色 开了 开了 夫人 您坚持着 这开了就是好的 孩子呀 就快生出来了 顾锦招已经听不清 他的声音了 他只觉得疼 撕裂感 坠痛感 又不能喊叫 只能紧紧地 捏着吻婆的手 牙关紧闭 他自己都能感觉到 汗水顺着脸流下来 陈奥夫人正坐在 东乡房外 拨着佛珠 给顾锦招念经祈福 听到吻婆的话 也是心中一喜 药生了就好 有人给他喂了碗糖水 他吃着 却没觉得有甜味 锦招疼得大汗淋漓 丫头拿着帕子 不断地帮他擦 孩子却没有丝毫动静 他睁开眼看着 城城上的花纹 不住地喘气 吻婆还在安慰他 丫头端着热水 进进出出 里头忙碌得很 采福进来握住他的手 夫人 三爷回来了 就在外头等着呢 锦招反握住他的手 支下不思绝掐住 彩芙的手背 彩芙一声不吭地 任他握着 鱼丸雪也赶过来了 东乡房外面 已经等了许多人 陈夕被摸摸抱着 不住地朝东乡房里张望 王氏和葛氏 也守在一边 陈彦芸这时候刚回来 快步朝东乡房走来 身后还跟着一群人 陈老夫人忙迎上去 拉住儿子的手 照有儿子在这儿 陈老夫人就找到主心骨了 有儿子拿主意 一切都不会错的 他看到陈三爷回来的时候 就松了口气 陈彦芸把情况都问清楚了 什么时候发作的 情况如何了 听说生得艰难的时候 他眉心紧皱 语气一沉 这投胎疼一两天是常有的 他是为何不好生 陈老夫人叹道 温婆说他有些使不上力 紧着肚子太大 恐怕孩子也长得好 不好出来 我派人去请纪大夫过来了 也不知道有用没用 紧张的肚子确实要大些 他本来就有些担忧 陈彦芸摇头说 请纪大夫过来可能没有用 他沉默地斟酌片刻 转头吩咐陈毅 被快马 立刻去东郊名巷 请郭太医来 郭太医擅长富儿之术 宫里的嫔妃生产都是他看着 陈彦芸给陈老夫人解释 又说 娘 您在这守了半天了 眼看天都黑了 您还是回去休息吧 这里有我看着 不会有事的 陈老夫人苦笑着摇头 回去我也睡不着 晚上还要派人过来问 也太麻烦 陈彦芸没有办法 只能让人辟了 东四间旁边的房间 让陈老夫人先去休息 他最近身子不好 年龄又大了 恐怕经不住折腾 等到陈老夫人离开了 姜严才低声道 三爷 这太医院和院房 一向是把持在长兴侯手里的 郭太医会不会沉积 太医院人多混杂 所以陈家的人平日看病 都不会找太医 都这个时候了 我也不管这些 陈三爷说 声音放低了些 他要是敢动什么手脚 我必定不会放过他 他应该知道轻重 锦昭上午四时开始发作的 现在已经是傍晚有没了 陈彦芸站在东乡房外 他能听到里头的动静 问婆们说话 丫头们帮忙 还有顾锦昭的通吟声 应该是通极了 不然他不会忍耐不住的 产是污秽 他不能进去陪着他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陈彦芸深吸了口气 转身去堂屋的书房里等着 在这里听着他的声音 总是忍不住想进去看看他 紧张又一向倔强 肯定不想他看到自己那个样子 虽然他很想在旁边陪着他 僵尸生投胎的时候 他还在詹氏府里任职 陈老夫人派人来知会了他 他当时公务在身 也没有立即赶回去 等到他回去的时候 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薛姨娘生产的时候也很顺利 还是僵尸抱着孩子来给他看的 陈彦芸超了一页佛经 就听到外头有马车的动静 郭太医过来了 他刚才也没有静下来 忙放下笔走出去 听到是陈哥老的夫人生产 郭太医自然不敢怠慢 忙收拾了香笼就过来了 听说了顾锦昭的状况之后 郭太医写了方子 重新配了一副催产药 又接连叮嘱 再问一回参汤 但是年份不能太大 最好是二十多年的人参 煎得浓浓的服下 江爷立刻拿这方子 去给季大夫看过了 确认没有问题 才派人去煎药 枕三爷问他 依你剑会有凶险吗 郭太医有些为难 下官也不好说 但看尊夫人的体质了 不过孩子迟迟不下来 大人孩子都很凶险 现在已经开公口了 若是再过三个时辰 没动静 就 他不敢再说下去 陈三爷闭了闭眼睛 立刻往东厢房的方向走去 顾锦昭又被喂了一次汤药 他侧过头 问问婆 不是刚才就开了吗 现在 怎么样了 声音都比刚才弱了许多 公口只开了一点 但是 却不再打开 孩子也没有下来 他下腹疼得太厉害了 自然就没有什么力气了 问婆听得心里一颤 笑道 您放心 这副汤要下去 就好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剧 良辰美景 我是主播小一光 顾锦昭现在不相信他的话了 他知道自己没有力气了 这不是个好征兆 他紧紧抿住嘴唇 突然觉得心中酸涩 前世生孩子也没有这么难 他好不容易过着平稳安宁的生活 难道 难道上天就见不得他过得好吗 这个孩子怎么如此命途多船 要使他有个意外 孩子也保不住 那陈三爷怎么办呢 他因为难产而死 陈三爷又要重蹈覆辙 被别人害死吗 陈家从死溃散 一切都没改变 顾锦昭必须命令自己 不能抱着这种想法 他应该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他会好的 孩子也是 虽然想是这么想 他的眼泪 却忍都忍不住 陈三爷又等了半个时辰 产室里没有太大动静 他终于提步 往产室里走去 守在门口的孙妈妈吓到了 足迟都没来得及 顾锦昭看到他高大的声音走进来 面容不见一贯的笑容 显得十分冷却 他不说话 不笑的时候 总是让人很害怕 顾锦昭的眼泪又涌出来 他低声说 您快出去 您 您不能 这里不行的 我知道 他一如既往地 柔声安慰他 我在这里陪你 如果不是情况危急 他应该不会冲动到 进来陪他的 顾锦昭心里又沉了一分 紧紧拉住他的手 是不是 是不是不好 还没等他说 顾锦昭就忙到 不准瞒我 我想知道 燕雨 他第一次这么喊他 声音却好像立刻要哭出来 一定要告诉我 陈燕雨反握住他 喉咙发毒 有点说不出话 过了好久 他才平静下来 这里有我在呢 就算是不好 也不会有事的 顾锦昭感觉到他手心的汗 忍不住心头的酸涩 我要告诉你 陈燕雨 从我嫁给你开始 我就很高兴 我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我原来 他过得不好 嫁给陈三爷后 真的是他人生中 最好的日子 前世的悔恨落魄 这一世的勾心斗角 他曾经心房太重 但是现在 他依赖他 信任他 早已经不再有防备了 如果他以后要伤害他 他完全抵挡不了 陈三爷说不出话来 俯身亲亲他的脸 他的声音也沙哑了 我都知道 他有的时候 不太喜欢自己这种性格 什么都要忍住 客气 等他悲伤愤怒的时候 都完全看不出来 但其实 他内心已经极度压抑了 他现在要维持冷静 却连手都在发抖 顾金钊平时 要是这么和他说 他必定会高兴 现在却觉得 沉重得承受不住 他自己哽咽片刻 忍着阵痛过去了 又继续说 要是我有意外 您要记住 以后要小心亲近的人 不要去四川 这是菩萨托梦告诉我的 我一直忘了跟您说 到了这种危急的时候 他也只能用托梦 做借口了 好 我不去 陈赛叶清了清 他满身汗水的额头 你不要乱想 不会有事的 顾锦钊觉得自己该说的 都说了 紧紧握着他的手 觉得很安心 要是他真的活不过去 至少 是死在他前头的 采夫等几个丫头 已经泪盈于结 却不敢哭出来 强忍着擦了擦脸 按照郭太医的吩咐 再为紧招喝下一次身汤 陈老夫人披着剑 外衣坐在床上 愁得睡都睡不着 郑嬷摸端着烛台 放在炕桌上 丫头送了一盘松高进来 秦氏几人已经十分困倦了 却没有人提出来 回去休息 尤其是秦氏 心里忐忑的不行 刚才郭太医的话 大家都听到了 知道顾锦钊这胎有些凶险 他心里既希望顾锦钊 能生下孩子 又希望他生不下来 生不下来 最后清算的时候 他难免被责怪 要是生下来了 以后顾锦钊 招有了孩子做仪仗 顾家才真的没他什么事了 游婉雪茂然地 盯着烛火跳动 想起远在宿宁的陈玄清 别人的悲痛 其他人很难感同身受 葛氏倒是哭哭啼啼的 被陈老夫人 吁声喝去了几句 吓得连眼泪都不敢掉了 王氏起身 把松高峰给大家吃 只有陈老夫人摆手叹气 算了 你们吃吧 他实在是担心锦钊 要说情分 顾锦钊才嫁进陈家多久 情分倒是不深 他也是忧心老三 他这一辈子过得不顺畅 小的时候和老五最好 老五却出了意外溺死了 刚进詹氏府的时候 他父亲就重病 等到他功成名就的时候 江氏又先行一步 别人只看到他身居高位 哪里知道他经历过什么 才到如今的地位 屋子里只有耿漏滴答的声音 显得悠长又寂寥 外头就终于想起一阵杂乱 陈老夫人坐着身子 很快就丫头跑过来禀报 回太夫人的话 夫人宫口继续开了 稳婆正在接声呢 说没有大问题 陈老夫人文言一喜 忙招手说 快扶我起来 众人都高兴起来 一时间又是笑又是累的 丫头服侍着她穿了鞋 众人便一同往东乡房走去 等到了卯时的时候 顾锦招生下一个八斤重的男婴 事情突然峰回路转的时候 两个吻婆却丝毫不敢放松 满头大汗地指导顾锦招用力 等到那孩子终于下来了 丫头立刻拿了棉布过来裹住她 在孩子的屁股上拍了两下 她立刻发出哭声 声音中气十足 陈三爷听着孩子的哭声 心里终于放松下来 她紧紧握着她的手 扶下声吻吻她 轻声的安慰 没事了 紧张 是个男孩 本集播讲完毕 后期制作小Z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多人有声剧 欢迎关注小野光的喜马主页 我和珍玛的下一部新作品 我爱陌生人 欢迎订阅哟 幽梦初醒 却到浮华流年 乱了心神 繁华落尽 只求一世从容 断了情思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IFM独家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小说 梁辰美景 作者沉香灰烬 主播小野光 追马 云天河 雪月之下 第219集 三爷手抄佛经 锦招心里充满 劫后余生的喜悦 他起头 碰到陈三爷的脸 他弯弯的 浓密的眉毛 眼眶的轮廓 高挺的鼻梁 陈三爷任他摸索着自己的脸 顾锦招觉得 一切都放松下来 却忍不住 擒着眼泪流出来 浸透了鬓角 他觉得 自己今天掉的眼泪 比任何时候都要多 陈三爷微笑着 扶他的头发 过了好一会儿 顾锦招才缓过来 牺牲说 想要看看孩子 陈三爷才让婆子 抱孩子过来 婆子刚用热水 搅了帕子 给孩子擦身子 之后抱在了 大红色刻丝的抱贝里 孩子也就是 刚出生的时候 哭了一会儿 现在已经安静了 皮肤还红彤彤的 脸大胖嘟嘟 小嘴粉嫩 闭着眼睛 靠着包背 太发乌黑 孩子放到他身边 顾锦招就俯身 清了清的柔嫩的脸颊 孩子就皱了皱小鼻子 发出几声哭腔 顾锦招正住了 也不敢继续碰他 却没有听到他 真的哭出来 陈三爷轻轻把孩子抱起来 打量这小东西 他也不在意母亲的骚扰 又歪着脑袋 靠着包背睡着了 眼睛嘴巴都长得小小的 根本看不出来像谁 他却笑着说 孩子没眼像你 以后长得好看 顾锦招失笑 男孩子像他有什么好的 再说他还这么小呢 怎么看得出来 吻婆笑着夸奖 少爷身子长得好 婆子皆生这么多年 这样白白胖胖的大小子 也不多见 以后啊 也肯定身强体壮 无病无灾的 陈三爷就赏了两个吻婆风红 两个吻婆跌量着 就知道数目不少 千万谢地告退了 陈老夫人带着人过来了 也着急要看孙子 抱着看了一会儿 陈老夫人更是喜欢得不得了 孩子长得胖嘟嘟的 看着就软和 手伸出包背 还要轻轻地握一握 小拳头 只比核桃大一些 比老三长得好 老三生下来就瘦得很 又问孙妈妈 奶妈找好了吗 快叫过来等着 一会儿孩子该饿了 孙妈妈笑着点头 已经找好了 就在旁边的耳房里候着 随时能过来 顾紧昭却有点想自己哺乳 她前世就和孩子不亲密 生她的时候不顺利 却更让她珍惜这个小东西 不过 陈家的夫人生的孩子 都是奶娘哺乳的 有时候 还两个奶娘换着胃 她单独提出来不太好 她也没有说话 含笑看着众人 围拥着陈老夫人 陈老夫人把孩子送到 宋妈妈手上 让她抱去耳房了 她过来 坐到顾紧昭身边 柔声说 这外头天都亮了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再休息啊 这孩子都折腾了一天了 顾紧昭现在虽然还是觉得不舒服 心情却放松了许多 她想说自己什么都吃不下 又想从开始发作到现在 只喝过汤 便点头说 嗯 那就吃些清淡的吧 丫头很快端了几鱼汤 喝糖水淡 给紧张吃下 她也真是累了 靠着迎诊就睡着了 众人陪了一宿的夜 现在孩子安全落地 都告退回去休息了 陈老夫人 却叫了陈三爷出去说话 你进了产室 陈老夫人脸色严肃 陈三爷轻轻点头 陈老夫人叹了口气 那岂不是太冲撞了 产室里太不吉利 纵使你再怎么对他好 也不该一身犯险啊 想到自己这个儿子 一向对顾紧昭好 他又有点说不下去 陈彦允道 他当时情况危急 我也必定要陪着他 冲撞不冲撞的就别说了 儿子心里有数 陈老夫人沉默一会儿 才说 都过去了 那就不说了 现在大人和孩子 都保下来了 一切都好 他脸上 也露出几分疲态 毕竟是一整宿 没有睡觉 您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陈彦允劝他 陈老夫人强打起精神 我还要去祠堂给祖先烧香才行 孩子刚出生 再为他烧几卷佛经 他又心疼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你也是一整夜没有休息 自己可要注意 陈彦允劝只是笑笑 一整夜没睡 他倒也不困 只是现在放松下来 觉得头疼欲裂 去睡觉 反倒是睡不着了 他送了陈老夫人 出墓西堂 顾锦允劝醒来的时候是下午 他已经在正房里面了 昨夜 丫头们基本都没睡 现在宇竹正靠着他的床头打盹 脑袋像小鸡啄米似的 顾锦允劝私下张望 既没有看到孩子 也没有听到声音 刚生下那小东西 他真是恨不得孩子 时时刻刻都在自己身边 顾锦允劝叫了宇竹一声 这丫头惊醒了 揉了揉眼睛 夫人 我这怎么睡着了 你醒了 要吃什么不 他有些讨好的看着顾锦允劝 好像他一说出来 他就要蹭地窜出去 为他端过来 这丫头总是显得相当好玩 顾锦允劝笑笑 我倒是不想吃什么 孩子呢 猪嬷嬷和孙妈妈 包起冬烧间里洗澡了 一会儿就送过来 顾锦允劝松了口气 又问道 他喝过奶了吗 喝过了 大口大口的 吃得可香了 宇竹笑了笑 就是爱哭 都哭了好几次了 顾锦允劝跟他说 孩子都是这样的 一不高兴就要哭 又问他 三爷是去休息了吗 我怎么没看到他 三老爷在书房里抄佛经呢 孙妈妈让人送了午饭过去 来回禀的丫头说 看到还在抄 顾锦允劝得皱眉 他一直没睡 岂不是都熬了一天了 他让雨竹去叫他过来 陈赛爷很快就过来了 你怎么不歇着 他给他整理被褥 可是要看孩子 孩子抱去洗澡了 一会儿就送过来 顾锦允摇头 您明日有公事吗 陈赛爷淡笑的 你放心吧 少了我那个 招要能下决策 你刚生完孩子 我想多陪你几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剧 良辰美景 我是主播小一光 顾锦允拉住他的手 不是这个意思 妾真是想说 应该歇息一会儿了 我也睡不着 就抄抄佛经算了 他看着他的目光 十分柔和 你生产的时候 我向佛祖请求过 你和孩子要是平安 我就手抄999卷的 金刚经献给他 999卷 那要抄到什么时候 顾锦允不知道 他也有求佛的时候 他不是常说 求人不如求己吗 顾锦允拉知道 他有时候熬夜太多 就会头疼得睡不着 特别是前一天晚上 还要动脑的话 情况会更严重 他看着他问 您是不是头疼 不等陈三爷回答 顾锦允拉就说 那我给您揉揉吧 总会好一点的 陈三爷躺到他身边 顾锦允拉正要伸手 帮他揉揉 他就按住他的手说 你不要给我肉 我躺一会就好了 你自己休息着 顾锦允拉看着陈彦允闭上眼睛 他的呼吸沉稳清晰 他发现 陈三爷的睫毛很浓密 他想起刚出生的孩子 孩子的睫毛就像他 虽然不是特别长 但十分的浓密 他靠着陈三爷的肩 感觉到他有力的手臂 也会搂住自己 两个人就这么安静地躺着 孩子叫什么名字好呢 现在该想一个顺口的辱名才是 顾锦允拉反正也睡不着了 开始想孩子的名字 前世孩子也有辱名 是陈老夫人娶的 他却从来都不叫孩子辱名 男孩的辱名随舅舅 或者随季节 随属相都很好 想着想着 人却一是模糊起来 躺在陈三爷怀里 很快又睡着了 顾锦允拉声下难应的消息 第二日就传回了顾家 顾的招听后十分高兴 来跟徐静怡说 孩子生下来就有八斤重 是个胖小子 等到洗三礼的时候 你也多备一些东西去看他 听说生的时候不太顺利 再给孩子打一把长命金锁吧 徐静怡笑着点头 切身都先准备好了 给锦招的补品 给孩子的小衣服 玩具 不仅备了长命金锁 还备了一对鱼藻文金的脚拙呢 到时候 我还想带着西景过去看看 他说 很想念他长姐 顾得招善善 你倒是考虑得周到 徐静怡很能干 也很会说话 四房的事 他打点得很妥当 没有用得着他操心的地方 他随手帮他 在好趴子递过去 徐静怡从他手里拿起擦脸 一会儿我去给母亲请安 肯定还要商量 我给的东西 不能超过母亲给的 还要着精简易些 徐静怡想着想 四老爷 您说您收入的账本 都在娘那里 已经四房入中宫了 收入多少银子 都要算中宫的 徐静怡笑着叹气 也是 如今二老爷 官位不保 是肯定不会和咱们分家的 现在不会分家 但是等冯氏死了呢 依照冯氏的做法 四房的财产 他肯定要拿出去 均分给二房 要是二房对他们好 也就罢了 但二房是怎么对他们的 怎么对顾锦钊的 四房的日子过得节俭 二房却当四房的钱 是大风刮来的 用着毫不客气 顾得远被贬关后 从冯氏那里 拿了多少四房的银子 出息时 也不知道 究竟去拿去做什么了 反正二房的奢侈的生活 和原来比没什么不同 也没有因为顾得远被贬关 就质量下降 二夫人随便送女儿 一盒胭脂 都是几十两银子的东西 二房明面上 虽然不如四房了 不过 有逢是偏袒 钱财还是不缺的 这样招摇着 献太爷的身份 根本压不住 这种富贵生活呀 徐静怡却看着顾得招 穿着一件旧质多 一直都舍不得扔 说是还没坏 也能将就穿着 顾得招还是性子太耿直了 叶县正陪着老侯爷看病 常新侯出世之后 老侯爷就开始小病不断 这两年仓老了许多 人一下子就勾楼了 头发也白了一大片 原来年轻的时候南北征战 威震四方 身上却流下许多旧伤 如今人老了下来 这些旧级就开始折腾人了 前两天下过雨 老侯爷的膝盖就红肿起来 都不能扫路了 高氏连夜给他做了双护膝带上 不过用处也不大 郭太爷听了老侯爷的脉 就去一旁写药方了 夜宪帝国一碗 红枣银耳汤给老侯爷喝 我听说内阁已经定下了 傅安做兵部尚书 老侯爷喝了一口汤 慢慢地问一下 嗯 傅安也算是劳苦功高 反正又不是张居连的人 我不想管 老侯爷眼睛微眯 神态已经开始苍老了 那个时候在青海 我还和他一起打过仗 他停顿了一下 缓了口气 不像左河德横冲直撞的 傅安这个人啊 太稳了 没有干劲 要不是献策得当 偷袭敌营烧了敌军的粮草 恐怕如今 当兵部尚书还不够格 他不是投靠郑国公吗 长海也是个人精 他虽然和陈彦允交好 但是这么多年 从不涉及陈彦允的事 管他投靠的是谁 反正他坐这个位置 是坐不稳的 老侯爷笑起来 摇头叹气 长顺啊 长顺啊 你就是太年轻了 你觉得张居莲和陈彦允 能被你玩弄于鼓掌间吗 便不说张居莲 陈彦允就是个心机深沉的 你和他比 还差十年火候 听到长顺这个名字 叶县就有点心情不好 您还是好好喝药吧 顾问这些做什么 他淡淡道 人都老了 还不服劳 朝廷已经是年轻人的天下了 陈彦允我还忌惮几分 张居莲也老了 而且依我看 他可能 有点掌控不住陈彦允了 老侯爷又是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好吧 年轻人的天下 那你可知道 连颇老矣 尚能犯佛 叶县瞥了自己爷爷一眼 不想再说话了 把汤碗递给一旁 伺候的丫头 披上披风走至中堂 她是清高气傲 那又怎么样呢 玩阴谋 她是先天擅长 不择手段力求最好 别人总有顾忌 但是她没有 郭太医把药方给了管事 才跟着叶县出来 叶县背着手 看开的正好的八仙花 沉没了好久 陈彦允照你过去 给她夫人接生 结果怎么样了 郭太医心中付匪 哪里是去接生 她可是正经的太医 不过是帮着开碎产药而已 也不敢出言解释 拱手道 回禀世子爷 陈三夫人有些难产 不过 最后也算母子平安 没有大碍了 叶县又是沉默 郭太医倒是很有耐性 就等着她开口说话 如果陈彦允 再让你去给她夫人诊治 你要用心尽力 不如开些药送过去吧 我听说产后需要调理 郭太医很惊讶 他抬起头想看看 世子爷什么表情 但是世子爷正背对着他 他根本看不到 他还以为 世子爷问陈三爷的事 只是因为政治呢 不过看起来 世子爷哪里是关心陈克老 分明是关心人家的夫人 还要送产后调理的药过去 他没有个说法 怎么给人家夫人送药 叶县可能也想到了 叹了口气 算了 你把药开给我 我自有办法 郭太医应诺 拱手退下了 本集播讲完毕 后期制作小Z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多人有声剧 欢迎关注小野光的喜马主页 我和珍玛的下一部新作品 我爱陌生人 欢迎订阅哟 幽梦初醒 却到浮华流年 乱了心神 繁华落尽 只求一世从容 断了情思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IFM独家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小说 梁陈梅锦 作者 陈香灰烬 主播 小野光 追马 云天河 雪月之下 第220集 乳娘为了奶 就把孩子抱过来了 孩子吃了奶就要睡 躺在包被里睡得乖乖的 顾锦钊拍的枪奶 又把她从床上抱起来 轻轻地摇着孩子给她拍背 孩子果然打了个 奶生奶气的嗝儿 小小软软的身子 靠着母亲继续睡 顾锦钊心里软软的 都舍不得把她放下来 就在屋子里来回地走着 猪嬷嬷进来了 猪嬷嬷是陈老夫人拨过来的 怕顾锦钊年纪小 照顾不好孩子 陈老夫人就特地把猪嬷嬷 拨给三房使唤 就算是孩子奶妈了 这个位置 相当地有前途 以后 可能就是十三少爷房里的管事婆子 猪嬷嬷很谨慎 看到顾锦钊抱着孩子摇晃 她连忙笑道 夫人 这样是不行的 孩子若是一直这样摇晃 只怕没人摇的时候就会哭呢 浇灌不得的 顾锦钊才知道 还有这回事 也不敢摇她了 抱在怀里走了一会儿 四夕有些体力不支了 才放到床上 等着她睡 陈三爷从陈老夫人那里回来了 进来内室 看她和孩子 顾锦钊正在看孩子睡觉 给她礼了礼包被 都没有注意到她进来了 陈三爷见她盯着孩子 不由得失笑 你昨晚就看了好久 难道还没有看够吗 顾锦钊叹了口气 她现在才体会到 送母亲的感觉 自己的孩子巴不得一直看着她 就是看不够啊 她的声音懒洋洋的 她朝她走过来坐在床沿 也看了看那睡觉的孩子 脸那么的小 脸颊又胖嘟嘟的 小嘴粉嫩 让人看了恋爱的不得了 而且 这是她和锦钊的孩子 她伸手揽住她 顾锦钊却被她碰到心脯 小小的痛饮了一声 陈三爷皱了皱眉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她不用补乳 况且也没有什么奶水 但还是觉得不舒服 胀胀的疼 顾锦钊叹过脸 低声道 你 你别碰那里就是了 她如愈的脸有一丝飞红 难得看到她害羞的样子 陈三爷看到自己的手放的位置 也反应过来 笑着凑近她耳边 我倒是可以帮你揉揉 离山往来 顾锦钊推开她 缩进床里 她这两天都没有洗澡 生孩子的时候 出了很多汗 她用热水脚帕子擦身的时候 还被孙妈妈念叨了好久 叫做月子的时候 人娇气 又不能碰水 又不能吹风的 连她都觉得自己不好闻了 也不想陈三爷闻到 还要一个月不洗头 不知道要成什么样子 陈三爷放开手 无奈地哄她道 跟你说玩笑的 她摊开掌心 给她瞧里面的东西 这是我小时候用过的长命锁 我娘刚找出来 收给孩子带 陈三爷用过的长命锁 顾锦钊拿起来看 果然不像刚做好的金锁 金光灿灿的 这把金锁显得光色柔和 有点发挥 锦钊突然想到一个主意 三爷 你说孩子乳名 就叫长锁如何 陈三爷揉揉她的发 乳名自然是随你想了 长锁也好 等以后孩子的大名我来起 当然是她来起了 她还说过 以后要亲自教孩子读书呢 顾锦钊暗想 有一个中国榜眼的父亲和老师 这孩子以后追忆肯定没有问题 老人说这话 孩子却扭动了一下小脑袋 可能是觉得不舒服了 哇的一声大哭出来 顾锦钊就要去抱着哄她 陈三爷却已经伸手去抱她了 她长得很高大 顾锦钊在女子中也不算矮了 却只能到她的下巴 孩子还小小的 她抱着走来走去 还轻轻地哄着她 顾锦钊靠靠着影枕 静静地看着陈三爷哄孩子 语调低沉却柔和 孩子哭了一会儿就被哄住了 陈三爷叫了朱嬷嬷进来看 果然是她又尿了 朱嬷嬷给她换好尿布 重新包好 又放到了顾锦钊身边 小东西睫毛上浸着泪水 小脸通红 可怜极了 顾锦钊就亲了亲她的脸颊 她身上一股奶香 脸软软的 陈三爷跟她说 我还要去外院一趟 你要多休息 稍走动 要是哄不住孩子 就让朱嬷嬷进来哄她 这小东西 哭起来就不罢休 你恐怕哄不住她 顾锦钊在带孩子上 确实没有经验 不过其能捕捉 她就不相信 把这小东西带不好 上个晚上 孩子都没跟她睡 陈三爷就是怕吵到她 都是让两个乳娘带着 一夜要被吵醒四五四 孩子也奇怪 有的时候就算不是饿了 或者尿了 也会哭起来 顾锦钊有一次都醒过来了 听到东四乡里孩子哭声 恨不得起身去看看 她怎么哭得那么难受 陈三爷走后 王氏和葛氏相继过来 陪她说话 看看孩子 下午上玩课业的 陈玄月过来了 她直奔顾紧招床前来 阿嬷嬷在后 拦都拦不住 不过她很快 就在床前站定了 好奇地看着 包备里的孩子 沈娘 她怎么不睁眼睛 她在睡觉呢 你睡觉的时候 会睁着眼睛吗 陈玄月歪着脑袋 认真的想 才说 我好像也是闭着的 她会起来玩吗 我给她做了玩具呢 顾锦钊笑了笑 要等她再大一些 才能玩起来 你还给她做了玩具吗 陈玄月骄傲地点点头 小心地捧出一只纸鹤 嗯 我跟这安嬷嬷学的 她捏住纸鹤的头 迫不及待地 展示给顾锦钊看 你看 扯她的尾巴 她就会飞了 她扯着纸鹤的尾巴 自己带着纸鹤 跑了两圈 飞喽 飞喽 顾锦钊笑着 招的过来坐下 沈娘看到了 真的会飞啊 陈玄月就笑起来 笑得十分灿烂 她把纸鹤放到顾锦钊手里 认真地叮嘱她 等时三弟醒了 您就飞给她看 她肯定没看过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多人古风有声剧 良辰美景 我是主播小一光 两个孩子都喜欢新弟弟 等到喜三里那天 晨曦早早地过来 给顾锦钊请安 送了弟弟一个小小的金角镯 穿着两只赤金的小鱼 孩子刚被乳娘抱过来 她躺在乳娘怀里 不断地挣扎哭泣 小小的脸胀的通红 顾锦钊听着心疼极了 让乳娘把孩子抱到她面前来 怎么总是哭啊 她今天很喝过奶了 长所躺在她怀里 小手就揪住她一斤 声音都要哭哑了 乳娘邹氏还很年轻 长得腹白干净 回道 奴婢刚升过头台 给十三少爷哺乳 是奴婢 刚醒来的时候天才亮 奴婢就喂过一次了 十三少爷总是哭 奴婢也觉得奇怪 顾锦钊拍着场所的背 她哭了一会儿 大概是累了 渐渐就在顾锦钊怀里睡着了 晨曦看弟弟哭得这么厉害 吓都要吓到了 她正常脖子 好奇地看着那睡着的小家伙 她只有她手臂这么长 怎么能哭得这么大声 顾锦钊却觉得这样不行 必须找个大夫来看看 是不是孩子身上 有什么不舒服的 才总是闹人 不过今天是洗三礼 还得等今天过了再说 朱嬷嬷进来 把场所抱的暖房换了墙保 财富领着秀曲进来 给顾锦钊收了头 换了件丁香色 月白蓝边的被子 再过一会儿 各房的人就陆续地过来了 葛世来得最早 还带着沐修回家的 十少爷陈玄玉 陈玄玉长得和陈六也很像 知书达理 言谈举止都很有风范 和他的父亲完全是两种人 顾锦钊记得 他比陈玄安两兄弟 还要更早中进士 后来拙了数集市 在汉陵院观证 仕途一直很顺利 他不能挤身迎客 都是孙妈妈帮着打点 请众人到中堂里 坐着说话 等陈老夫人 携着常老夫人一起过来后 墨西堂更是热闹了 笑语艳艳的 吴家两位太太 在内室和顾锦钊说话 逗弄刚睡醒过来的场所 场所还太小 被逗弄都没有反应 扁了扁小嘴 闭上眼睛 靠着顾锦钊的胳膊 就睡着了 吴大太太就夸孩子 她倒是个安静的 有陈三老爷的风范 顾锦钊拍着孩子的背 无奈地笑道 你是没有听到 她吵的时候 昨晚上一闹个不休 我一整宿担心她 觉都没有睡好 吴二太太就说 这也是正常的 有的孩子小时候会闹 说是吃奶的时候 没有好好吃 就会腹痛 等她满两三个月了 就会好了 当初琴锦刚生下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 顾锦钊认真的听她说 场所握在她手臂里 睡得很乖巧 丫头挑脸进来了 三夫人 祖家的人过来了 吴家两位太太听说 是顾家来人 想着毕竟是三夫人的外家 主动退去了中堂 不一会儿 秀曲就领着周氏 徐氏和叶氏进来 后面还跟着个走路慢吞吞的顾连 看到周氏母女也来了 塞福的脸色顿时就僵硬了 顾锦钊倒是还笑了笑 我身子不变 就不起是迎接你们了 吩咐丫头端了屋子过来 给四人坐 徐静怡笑道 自然是你的身体要紧 不必再以蓄力 她领头坐在顾锦钊床边 看顾锦钊怀里的小家伙睡觉 她长得真好 小脸蛋胖嘟嘟的 胎发又浓密 徐静怡看着 不由伸出几分艳线 动着小家伙的鼻子 用伸手把她抱到怀里 仔细端详 周氏也一脸的僵硬 顾连看着徐静怡抱孩子 却有些出神 五夫人夜市笑了笑 或者倒还是第一次来陈家看你 这不给你带了些东西过来 她身后的丫头捧着东西上前 别的是一些常见的补品 倒也罢了 夜市手里却提着一摞 牛皮纸包的东西 跟顾锦钊说 这些是调养身子的药材 在你恶路排出的时候 煎了汤药服用很有好处 我特地从郭太医那里求来的 你可一定要试试 锦钊笑着谢果 张彩夫接了过去 他心里却有些付费 他和五夫人的关系一向很一般 怎么他还特地去给自己求药来 顾连被周氏捅了一下手 就有些不安 脚着脚酣军才笑道 赵姐 上次的事我还要给你赔罪 那高点是顾兰动了手脚 他现在人已经没了 我也不是有意的 他小小地拍了自己的脸一下 都怪我 差点把自己的外甥给害了 赵姐 你现在还怪我吗 顾连有些嬉戏地看着他 顾锦钊沉默地打量顾连 他穿着一件促心的 至今青色对筋被子 晚了高高的发迹 满头金芡猪翠 看得出来是用心打扮过 不过是大半年不见 他的两家就有些瘦削了 哪里还有原来娇娇少女的样子 顾德连被贬官为县令 他在姚家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这个心高气傲的脸颈 恐怕也被磨灭了锐气 现在在姚家 他不能依仗自己父亲的身份了 只有来讨好顾锦钊 用陈三夫人妹妹的身份说话 顾锦钊心里很清楚 看着顾连强几出来的笑容 他一言不发 周世见顾锦钊不说话 让丫头把自己拿来的东西搬上来 神态自若地和顾锦钊谈笑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顾锦钊自然也和他打着太急 等到了晨午 才让丫头领着他们去宴席处 徐姓仪留下来 两个人现在才说了些掏心窝子的话 徐姓仪提到了冯氏的病 你祖母的身子越来越不好了 老得厉害 有点中风了 我本来想带一姐一起过来的 偏偏她现在 要在家里绣嫁衣了 顾锦钊听着觉得很高兴 她估摸着顾一也该出嫁了 没想到竟然这么快 她问起顾莲的事 听说她抬的兰芝给姚恩袖子通房 不知道怎么样了 她记得前世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 兰芝被发现有孕的 只不过前世这个时候 顾家还没有出事 顾莲还有一个 郑思品千冬玉史的父亲 她有底气在姚家闹腾 徐姓仪笑了笑 这丫头命好啊 有孕后 却为姚夫人提了姨娘 连姐气得不得了 却又不敢在姚夫人面前吭声 只能回到顾家 向你二伯母诉苦 所以你二伯母 才带她来你这 顾紧昭心里却想 对于顾莲来说 她父亲没有官职 说不定还是件好事 只要顾莲会忍让 姚文秀是不会休了她的 徐姓仪又说起顾紧逍遥成亲的事 原本早就定了 太朴寺少卿的嫡女 就是因为顾得远被贬官 那头想反悔 却不好直接提出解除婚约 就一直借口拖延 想等顾家主动提出来解除婚约 周氏多精明的人 怎么可能主动提出来 就带着没人上门说笑 死皮赖脸的把亲事定在了六月初 这时候周嬷嬷过来了 夫人 收生姥姥过来了 奴婢过来抱小少爷过去中堂 也就是洗三礼要开始了 本集播讲完毕 后期制作小Z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多人有声剧 欢迎关注小野光的洗马主页 我和珍玛的下一部新作品 我爱陌生人 欢迎订阅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